第161章双魂争锋 与此同时 五元阁第三层内 第三官的考核者老玉 见到众人还未反应过来 当下照了皱眉头 不跃道 怎么了 这么简单的规则 你们还不能理解 老玉这句话 立刻让众人回过神来 表情不一 秦南 黄雀 为好他们这五位天骄 当然不是不清楚这一官的考核内容 而是被这一官考核的内容 给直接惊呆了 第三官考核 竟然就是比拼五魂等级 这一刹那 为好黄雀王若玲 黄龙的眼神 都落在了秦南的身上 原本在第二官内 被秦南压制的黄雀 在这一瞬间心花怒放 狂笑而起 仿佛要将自己曾经受过的压抑和耻辱 全部爆发出来 哈哈哈哈 秦南 你没有想到吧 第三官的考核 乃是比拼五魂等级 哪怕你表现的实力强大 表现的悟性强大 可是那又如何 这第三官的考核 你必然是最后一名 没有任何机会 问鼎第一 说这句话的时候 黄雀无比笃定 完全不带丝毫的怀疑 那是因为秦南的五魂等级 只有黄级八品 比他们所有人的五魂等级都要低 所以 黄雀才敢开口嘲讽 完全不惧秦南 毕竟五魂等级乃是天生的事情 根本无法改变 哪怕秦南连续创造了许多奇迹 也根本不可能改变五魂等级 魏豪的脸上 也浮起了一抹笑容 毫不掩饰自己的讥讽 道 则则 实在是可惜啊 如果第三官换成什么 其他种类的考核 恐怕你还有着一线希望 如今看来 你是没有任何机会了 魏豪在第一官的时候 只拿到第二 第三官的时候 只拿到第三 这让他早就十分不爽 所以 这一次 他彻底蔑视秦南 根本不用担心秦南能够扭转乾坤 一直以来 与秦南关系极差的王若林 自然也不会放过秦南 高高在上 面露鸡巢 虽然没有开口说话 但是无声的蔑视 却是更具威力 五大天骄之中 唯有黄龙 深深一叹 秦南已经连续创造了两次袭击 只要这第三官顺利度过 就能进入有史以来无人进入的第四层 创造历史 明明只有一步之遥 如今却是遇到了这样的考核 若是秦南的五魂等级 不是黄级八品 而是黄级食品的话 恐怕这里的所有人 没有一个人能够挡住他的凶猛 黄龙深深一叹 在他的心目中 秦南除了五魂等级 几乎就是一个无可匹敌的超级天才 可是 现实终究是现实 将会无比的残忍 唯有秦南 面对着众人的嘲讽 古波不经 没有任何情绪波动 这个时候 老玉已经看不下去了 不耐烦道 你们若是还不迅速开始考核 耽误老生的时间 那么这一次的考核 就通通算你们都没有通过 魏豪和黄雀本来还想讥讽一番 听到这句话 立刻闭上了嘴 我来试试 黄龙不再耽误时间 大喝一声 身形化作一道残影 落在了石窟深处的蒲团之上 紧接着在他的背后 久到黄光闪耀 血剑悬浮 仿佛插入石窟之中 爆发出来了强大的吸力 将四周的灵气滚滚吸来 这些被吸收的灵气 这一瞬间 凝成实质 化作了长龙 滚滚灌入 速度惊人 好快的修炼速度 但是我也不差 王若林美眸一闪 他自知自己不是黄雀和魏豪的对手 当下郊区一跃 落在蒲团之上 在他的背后 同样有着九道黄光闪耀起来 一件通体晶莹的古琴 缓缓浮现出来 随后古琴弹唱 行音流淌 不仅在迅速吸收着天地灵气 同时还爆发出来了 蛊惑新神的力量 笼罩在了黄龙身上 虽然这一次的考核 不能动武 但是武魂的能力 却没有规定不能触发 这一瞬间 黄龙身躯一颤 脸上露出了 丝仿佛痛苦 仿佛快乐的表情 连吸收灵气的速度 都变得缓慢下来 好 实在是不错 武魂欲擎 通过情音 蛊惑敌人 非常不错的能力 黄雀毫不掩饰自己的赞叹 随后故意看了情男一眼 道 不过毕竟只是黄极九瓶武魂 与我的武魂 完全不在一个等级之上 黄雀发出一道长啸 落在蒲团之上 背后黄光闪耀 那把由武宗强者转世 生成的古老残剑 瞬间爆发出来了 一道恐怖的犀利 只见到整个石窟内的灵气 都被搅动起来 化作了一头头的龙凤 互相交织 互相飞舞 不断嗡鸣 灌入体内 黄极十瓶武魂 和黄极九瓶武魂之间的差距 立刻彰显出来 黄龙和王若灵吸收的速度 瞬间慢了足足三倍 极其缓慢 只能抽取这石窟内 极小部分内的灵气 这是因为 石窟内灵气有限 大部分的灵气 几乎都被黄雀卷入而来 黄雀 不要以为只有你拥有黄极十瓶武魂 在我的眼里看来 你的武魂 根本不值一提 魏豪不屑一笑 大步一跨 落入在了蒲团之上 随后石道光芒闪耀 在魏豪的背后 一缕紫色的火焰 猛然汹涌起来 让四周的温度 瞬间飙升 这就是魏豪的武魂 乃是一朵火焰 并且不是一般的火焰 而是名为紫星火 这种火焰 若是发挥到极致 就连武宗敬强者 都可以焚烧 在我紫星火武魂之下 一切武魂 皆要退让 无可匹敌 为豪大吼一生 紫星火武魂爆发出来了 一道剧烈无比的犀利 卷入石窟内大部分的灵气 化作龙凤 其其飞舞 这一刹那 两大黄极十瓶武魂展开 所吸收的灵气 速度变得极为恐怖 尤其是王若林和黄龙 他们两人在两大黄极十瓶武魂的吸收之下 几乎不能参与进来 只能以着一种极为缓慢的速度 吸收灵气 这让王若林和黄龙脸上都齐齐浮现出来了一抹苦涩 这第三关的考核 早已注定 第一名与他们两人无关 为豪 你的紫星火武魂 果然不凡 今天我要与你一分高下 黄雀大吼一声 眼中之人 只剩下了与他同级存在的魏豪 魏豪眼中也战意浓烈 似乎真的要与黄雀 分出一个真正的高下 全神贯注 妙法不断 唯有情难 自始至终 如同一个局外人一样 被彻底忽视 第162章 我一直在等待这一刻 此时此刻 修山山峰上 全场散修 都是紧张地看着武镜 不断发出了种种声音 快看快看 黄雀超过了魏豪 吸收的灵气 要比魏豪更多 我靠 他妈的 黄雀被超过了 哈哈哈哈 我压的魏豪 压了足足三万颗仙天丹 这可是我全部的家当 无论是这些散修 还是四大宗门的长老 这个时候 目光都聚集在了黄雀 和魏豪的身上 因为这第三关 就是为他们两个人准备的 秦南 不仅仅是被五元阁内的其他天骄忽略了 还被所有人忽略了 就在此时 五元阁第三层内 一直沉默不言的秦南 常常吐出了一口气 目光鼓拨不惊 脉步朝着石窟内最后一个蒲团 缓缓走了过去 他突然的动作 立刻引起了魏豪和黄雀的注意 原本正在全神贯注 互相争锋的二人 都同时放缓速度 哈哈哈哈 黄雀率先大笑 将冷嘲热讽 发挥到了极致 开口道 行难 怎么了 你也想要来参加比赛 还是算了吧 毕竟你只有黄雀八平五魂 根本无法参与进来 这个石窟内的灵气 你一点也无法吸收到 魏豪也是戏虐一笑 道 黄雀 你这是说什么话呢 这场比赛 人人都可以参加 秦南自然要参加啦 只不过我的提醒一下 我们两大黄雀十平五魂在此 你黄雀八平五魂 恐怕会遭到压制哦 说完这句话 魏豪和黄雀相视一眼 两个人齐齐催动五魂 锁定秦南 爆发威压 这一刻 秦南遭到了两大黄 及十平五魂的威压 脚步唯唯一顿 仿佛寸步难行 作为第三层的考核官老玉 听到这一番话 看向秦南的眼神 无比深邃 声音不屑 道 听说你在第一关和第二关 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但是 在老生的这第三关内 就凭你区区黄雀八平五魂 连参赛的资格都没有 碍于规则 老生虽然不能强行让你离开 但是这场考核 你还是没必要参加了 这一刻 不仅仅是为豪和黄雀 讥笑秦南 就连第三关的考核之人 都让秦南放弃比赛 这一瞬间 位于沉默之中的秦南 终于笑了 笑声逐渐变大 逐渐变得放肆 哈哈哈哈 有趣 实在是有趣 我这一路过来 遇到了无数人 这些人都曾经干过 同样的一件事 那就是嘲笑我的武魂 不仅如此 还因为我的武魂等级不够 处处刁难 处处针对 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 老玉 卫豪 黄雀 三人都是一愣 根本没有想到 秦南会说出这番话来 不仅如此 秋山山峰上的所有人 听到这番话 也都愣住了 随后 秦南笑意收敛 极其认真地看向 第三关的考核老玉 问道 前辈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是不是在这个世界上 武魂等级低 就要遭受嘲笑 鄙视 压迫 所有人再度一愣 这是什么问题 如此弱智的问题 还需要问吗 在苍蓝大陆 武魂等级低下 必然会遭受嘲笑 鄙视压迫 若是武魂等级高强 那么就会遭受追捧 奉承等等 老玉回过神来 当下冷笑道 这种三岁孩童 都能回答的问题 何必来问我 老生实话实说 区区黄级八瓶武魂 必然是垃圾 必然是废物 在这个世界上 根本没有任何尊严 原来如此 秦南的反应 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一脸平静 根本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只见到秦南的身形 在两大黄及十瓶武魂面前 没有任何动摇 没有遭受任何退缩 一步步继续走了过去 在航走的过程当中 他声音洪亮 犹如炸雷 这个世界 武魂等级低 那么就会遭受鄙视 打压等等 这种极其现实的事情 我早已知晓 只不过 我心中一直有个疑问 为什么大家会嘲笑我 鄙视我 打压我 我一身天赋 并不算得上是何等的强大 但是放眼四周 我的天赋 也属于顶尖的存在 既然如此 为什么你们还要嘲讽我 讥笑我 打压我 听到这一连窜的话 全场众人直接惊呆了 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李秦楠难道认为自己 黄极八平五魂 在这里能够算得上是顶尖的存在 秦楠对于众人的反应 视若无睹 他继续前行 脚步坚定不移 口中话语不断 后来 我想明白了 就是因为你们所有人 都太过愚蠢了 为什么愚蠢 因为你们小瞧了我 低估了我 根本不知道真实的我 正是因此 你们才敢对我嘲笑 对我譏讽 对我不屑 无论是五元阁的天骄 还是秋山山峰上的散修 全部脸色一变 他们都不蠢 都听出秦楠话中的意思了 秦楠这是在骂他们 骂他们愚蠢 有眼无珠 这一刻 几乎所有人心中 都涌起了一股怒火 我们小瞧了你 我们太过愚蠢 比他妈自己似的垃圾 还怪我们了 只不过 在这群人当中 唯有妙妙公主 注视着秦楠 双目惊亮 秦楠丝毫没有注意到 他的一番话 已经勾起了众人的怒火 他依然大步向前 忽视了两大五魂 对他带来的威压 身形缓缓地 坐在了蒲团之上 盘膝而坐 这个时候 秦楠看了一眼 黄雀和魏豪 再度看了一眼老玉 放声狂笑 哈哈哈哈 你们恐怕没有想到 这一关 我已经期待很久了吧 我为什么期待很久 那就是因为 我要在一个 万众瞩目的时候 在一个盛大的平台 不再遮掩自己 展现出自己 真正的水准 让你们都清楚 你们对我的嘲讽 谩骂讥笑 都是何等的可笑 秦楠吐出了心中的郁闷 整个人畅快淋漓 主要是因为 他本来抱着遮掩武魂等级 低调做事的想法 却没有想到 就是因为他的低调 给他带来了更多的仇人 带来了更多的嘲讽 这一天 他终于爆发了 只见到秦楠整个人气势 瞬间一变 犹如神剑出鞘 锋芒滔天 无人可挡 今日 我就让你们知道 这一场比赛 我才是真正的天才 真正的王者 秦楠发出了一道长笑 紧接着在他的背后 十道黄光 瞬间闪耀起来 人性虚幻的战神之魂 犹如从古老之中苏醒过来 拔地而起 战力虚空 傲视苍穹 这一刻 所有人 无不动容 第163章战神一出 谁与争锋 什么 十道黄光 我靠 这是怎么回事 黄极食品武魂 在五元阁第三层内 魏豪和黄雀 还有王若玲 黄龙的脸上 都露出了浓浓的震撼 不只是他们四人 原本之前对秦楠冷嘲热讽的第三关 讨合者老狱 见到这十道黄光闪耀而起的刹那 当下张大了嘴巴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此时此刻 秋山山峰上 所有人都傻住了 十道黄光 秦楠居然有着黄极食品武魂 这是怎么回事 秦楠不是黄极八品武魂吗 怎么会有着黄极食品武魂 相对于众人的震撼 其中有着几人 震撼最为巨大 这几人赫然是黄龙 徐幽 莫子山 大虎 还有张太义 他们五人都来自玄陵宗 早就已经知道 秦楠的武魂 乃是黄极八品武魂 但是在今天 为何秦楠爆发出来了黄极食品武魂 全场众人在这震撼之际 目光齐刷刷看向了商道盟的古教 他们之所以认为秦楠只有黄极八品武魂 那是因为这是商道盟给出来的消息 古教之中的白衣女子 在短暂的失神之后 身形刷的战起 第一次失去了冷静 脱口而出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根据我们商道盟的调查 秦楠在进入玄陵宗的时候 武魂明明只有黄极八品 如今怎么可能变成了黄极食品 这根本不符合常识 这句话 无比激烈 没有丝毫的作假 全场众人唯唯一愣 商道盟根本不可能欺骗他们 那么就是说 商道盟得到了假消息 此时此刻 武元阁第三层内 秦楠仿佛知道了众人的疑惑 缓缓开口 我自又被天雷劈下 得到一门秘法 斥展这门秘法 能够遮掩我真实的武魂等级 你们之前看到我的黄极八品武魂 那是因为我刻意遮掩 听到这句话 全场众人 立刻恍然大悟 原来 秦楠获得了古老秘法 遮掩武魂等级 从而欺骗了所有人 换而言之 秦楠拥有着黄极食品武魂 只是刻意低调 并未张扬 这一刻 无论是武元阁内的诸多天才 还是全场众人 都只感觉整张脸火辣辣的疼痛 因为他们想到了之前 对秦楠的百般嘲讽 对秦楠的百般不屑 如今看来 当真是他们太过愚蠢 有眼无珠 武元阁第三层内 听到了秦楠这番话 黄雀终于回过神来 一张脸色 彻底争鸣 咆哮嘶吼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你这样的废物 怎么能拥有黄极食品武魂 我不服 我不服 在这个时候 黄雀几乎丧失了理智 因为他第一关被秦楠镇压 第二关被秦楠击败 如今到了这第三关 却依然被秦楠扭转逆袭 这个秦楠 为什么如此强大 为什么如此变态 为什么也拥有着 跟他们同样一个级别的天赋 作为超级天才 黄雀根本无法忍受这一点 秦楠 你 你 为好咬牙切齿 哪怕他没有失去理智 也位于了暴怒的边缘 他堂堂乱燕门门主之子 武器天赋高超 武魂等级强大 如此厉害的他 却在这秦楠面前 连连失利 节节败退 这让他如何能接受 你们两个 少在这里废话 你们之前不是鄙视 我的武魂等级麻 既然如此 这第三关的讨核 那我们就来分出一个高下 看看到底谁的武魂 更加强大 秦楠气势如虹 战意浓烈 他低调隐忍如此之久 今天高调爆发 必然要与诸多天才 分出高下 黄雀和魏豪脸色一致 没想到秦楠开口 直接挑衅他们二人 魏豪 我祝你一臂之力 哪怕无法获得第一 今天也要将他镇压 黄雀大吼一声 满目争鸣 运转着自己的古剑武魂 释放出来了滔天威压 朝着秦楠滚滚卷起 哈哈哈哈 好 今天若是能取的第一 我欠你一份人情 魏豪狂笑一声 戏焰高涨 自身运转的火焰武魂 开始爆发出来强悍的犀利 吞吐着石窟内的灵气 在秦楠释放出黄吉食品武魂之后 两大超级天才 迫于压力 再次联手 针对秦楠 一人压制秦楠 一人专门吸收灵气 无论是五元阁内的其他天才 还是秋山山峰上的全场散修 一个个都看得心惊肉跳 呼吸急促 他们这还是头一次见到 两大黄吉食品武魂 抗衡一尊黄吉食品武魂 黄雀 魏豪 你们两个人 想要联手起来 对付我的五魂 你们实在是太痴心妄想了 我的五魂 占天占地 无所不占 无所不胜 秦楠长笑一声 他的战意 在这瞬间 攀生到了巅峰 只见那人形虚幻的战神之魂 仿佛感受到了秦楠的心意 发出了一道低声闷喝 大步一跨 来到了石窟的深处 直接将黄雀的五魂微压无视 插入虚空 爆发出来了强悍无比的犀利 这一瞬间 整个石窟内 灵气剧烈抖动 仿佛有一个巨大漩涡展开 所有的灵气 化为龙凤 飞舞而来 这事 魏豪和黄雀直接看呆了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秦楠的黄吉食品武魂 在吸收灵气的时候 居然能够吞吐全场 犹如昆蓬溪水 要比他们两个人的武魂 更加强大 哪怕是为豪和黄雀 他们两人有着黄吉食品武魂 也只能在这石窟内 吸收一小部分的灵气 大部分的灵气 全部被秦楠卷走 无人动摇 第三关的考核老玉 也是看萌了 喃喃自语 这是怎么回事 明明都是黄吉食品武魂 为何他的武魂 在施展开来的时候 竟然能够霸占全场 让另外的两大武魂 都无法施展 还有 为什么这此字的武魂 明明只是黄吉食品 却爆发出来了如此强悍的威压 不只是他们 修山山峰上的众人 也是看傻了 连大脑都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直到半炷香时间之后 秦楠一声大喝 悬浮在背后的战神之魂 立刻恢复平静 没有再吸收丝毫 因为在这半炷香时间内 整个石窟内浓郁无比的灵气 全部被秦楠一个人吸收干净 战神一出 谁能争锋 第164章前五古人 第四关 败了 我竟然败了 黄雀和卫豪 两人皆是喃喃自语 双目失神 完全没有了昔日的天骄风范 他们两人作为飞剑们 乱雁们的超级天才 本来想要在这次的五元阁考核上 大展身手 但是他们两人根本没有想到 他们败得如此彻底 至于王若玲 他看向秦楠的目光 已经变成了彻底的恐惧之色 一个有着滔天背景 还有着恐怖天赋的存在 他当初到底是有着怎样的胆子 竟然敢得罪秦楠 如今他只能心中祈求 祈求秦楠千万不要找他的麻烦 唯有黄龙 看向秦楠的目光 无比复杂 在万象大比刚开始认识秦楠的时候 他只是觉得秦楠此人有个性 值得一交 谁知道后来 秦楠声名确起 扭转大局 一身战力 连他都无法契及 如今在这五元阁之上 秦楠更是展现出黄吉十平武魂 镇压其他两大超级 一举成为是四大宗门外门中的第一存在 如今黄龙才真实地感觉到 他与秦楠的差距 越来越大 越来越远 第三关的考核者 老玉神情复杂地看着秦楠 开口道 当初老生小瞧了你 所以言辞过分 还望小有既往不救 前辈无需如此 秦楠站起身来 原本锋芒万丈的气势 已经彻底收敛 变得非常平和 笑道 这种事情 对我来说 已经习以为常了 老玉哑然失笑 并未多于废话 当下正色道 现在开始宣布第三关考核 获得本次考核第一名之人 秦楠 同样 秦楠也是本次考核 唯一一个晋级之人 现在给予奖励 老玉大手一甩 一枚金光灿烂的储物袋 落在了秦楠的手上 秦楠眼神一热 连忙打开储物袋 朝着里面看去 这一看之下 秦楠眼中露出了丝震惊之色 在这储物袋之中 静静地躺立着一块石头 这块石头 巴掌大小 浑原无灵 通体透明 像是一块水晶 在这石头的深处 还蕴含着一股入围之境的力量 虽然秦楠见识浅薄 但是这块石头 它不仅仅认识 还有着充分的理解 这块石头 名为入围之石 乃是由天地造化而生 极其珍贵 这种入围之石 可以让人理解石中的入围之意 从而将入围之境的境界提高 效果齐佳 只不过这种入围之石 极其罕见 价值庞大 若是服用了这块入围之石 感受石中的入围之意 那么我的小城入围之境 提升到大城入围之境 根本没有丝毫问题 秦楠转念想到 随即深深吸了口气 朝着第三关的考核老玉 深深地失了衣礼 入围之石 价值巨大 这等中奖 他必须要认真道谢 老玉满脸含笑 道 这第三关的考核 已经结束 你在第一关内 表现极佳 获得了那枚钥匙 现在你可以选择 是否进入第四层 我选择 进入第四层 秦楠双目刷地闪过了一抹金光 传说之中 五元阁现实以来 从未有人进入的五元阁第四层 他自然有着浓厚的兴趣 作为一名舞者 作为一名青年 秦楠一直有着满腔热血 只要有机会 他就愿意付出努力 去见证传说 打破传说 创造一个属于他的历史 当然了 不仅仅是秦楠 换作是其他天才 创造历史 这种令人热血沸腾的事情 他们当然不让 只不过他们与秦楠不同 没有秦楠如此好的时韵 获得这样的机会 好 那你就去看看五元阁的第四层 老玉脸上的笑意收敛下来 随手一挥 秦楠的身形 立刻在第三层内消失不见 本次考核 彻底结束 老玉又看向其他四人 袖袍一甩 将四人传送出去 此时此刻 秋山山峰之上 当黄雀 魏豪四人被传送出来的时候 全场所有人的目光 都齐刷刷看了过去 如今的黄雀和魏豪 完全没有了刚开始的咄咄逼人 锋芒万丈 在众人的目光之下 直接保持了沉默 走到了门派的长老身后 一言不发 众人目光中都露出了一丝同情 他们当然能够清楚 身为超级天才 却被人镇压下去 是何等感受 只不过这也怪黄雀和魏豪运气不好 如果他们两人不是遇到了秦南 怎么可能会如此惨败 想到秦南在第一关 第二关 第三关惊艳的表现 全场众人 眼中都生起了一丝浓浓的敬佩 都被彻底折服 啊 秦南进入第四层了 快看看这第四层到底是什么样的 突然之间 一名散修喊道 这名散修的喊声 立刻吸引全场目光 洗刷刷看向五镜 五元阁一直以来 从未有人进入第四层 无论是这些散修 还是四大宗门的长老 都非常想要知道 在五元阁第四层内 到底有着怎样的存在 只不过 整个古老的五镜 狠狠一颤 画面扭曲起来 完全看不到五元阁内发生的一切 唯有抬头看向秋星大海 五元阁坐落于百米之高的海浪之上 光芒吞吐 那第四层楼阁的光芒 更是闪耀 仿佛在告诉这世人 正有人存在于第四层之中 全场散修一呆 随即忍不住破口大骂 卧槽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五镜怎么突然坏了 偶日 难道无法看到这第四层吗 靠 怎么会这样 简直是浪费我的感情 这些散修 都是愤愤不平 张太义看到这一幕 拳头则是下意识攥紧起来 看着大海之上的五元阁 脸上充满了紧张之色 如果秦南能够通过第四层 获得第四层的奖励 了解五元阁内的更多奥秘 这对于他们玄灵宗来说 毫无疑问 乃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不止如此 连另外三大宗门 也会为之震动 秦南 你一定要突破第四层 张太义咬着牙 目光死死地盯着五元阁 至于其他三大门派的长老 脸色则是殷勤不定 这一次的五元阁考核 他们三大宗门 损失惨重 玄灵宗收获斐然 如果说 这次秦南还创造了历史 名垂千古 知道了五元阁内的奥秘 这对他们三大宗门来说 根本就不是一件什么好事 如果这个秦南 突破了第四层的话 哪怕是方长老暗中传音 眼中胸光一闪 目光看向青女宗和乱燕门的长老 两大长老齐齐身形一颤 眼中皆是露出了丝丝寒光 原因无他 秦南实在是太过变态了 在这三关内 都取得了第一名 根本无人与之相比 若是秦南还能突破第四层 如此危险的天才 对他们三大宗门来说 并不是一件好事 唯有妙妙公主 在这关键时候 突然大叫一声 商道蒙 本公主压住秦南胜利 你们快给我赔偿 一赔十 三千万颗五王丹 一颗也不能少 这一道叫声 立刻吸引了全场目光 只见妙妙公主双手插腰 笑脸上无比愤怒 这商道蒙是怎么回事 这全场众人是怎么回事 不就是进入第四层吗 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赌博才最有意思啊 全场众人看到这一幕 当下奇奇无语 他们看到秦南进入第四层 早就激动地将赌注抛之脑后了 怎么这个小女孩 偏偏在这个时候 提出赌注的事情 众人随即转念一想 当下心神都聚颤起来 这个小女孩 当初可是花了三百万五王丹 押注秦南胜利 如今秦南胜利 商道蒙要对他进行赔偿 岂不是要赔偿三千万颗五王丹 因为秦南的赔率乃是一笔十 三千万颗五王丹是什么概念 哪怕是换成五宗丹 都可以换到足足三十万颗 这一刻 全场众人的眼睛 都变得无比火热起来 仿佛将要发狂 商道蒙的白衣女子 呼吸一致 随即道 这位公主你放心吧 我们商道蒙绝不会耍赖 还有全场各位 我们绝不会赖掉你们的赌注 只不过眼下秦南进入第四层 如果她能通过便将创造历史 等见证历史性的一幕之后 我们商道蒙再进行相关赔偿 听到这句话 妙妙公主当下小脸大怒 历史性的一幕跟她什么关系 她要单要 只不过 她还未来得及发飙 惊人的一幕 突然出现了 第165章 犹如惊天炸雷的一句话 只见到辽阔无际的大海之上 悬浮在百米之高海浪上的五元阁 它的第四层之中 突然喷发出来了无数道耀眼光芒 响彻起来了一道道的弹唱声 新乐奏鸣 仿佛在鼓舞一般 全场众人 都被这一幕彻底吸引过去 根本说不出话来 张太义则是下意识的南南道 这番异象 南道是说 秦南已经通过了第四关的考核 这句话 虽是无心 但落入众人耳中 却犹如惊雷 五元阁第四层 突然爆发出这种前所未有的异象 从意境上来看 非常向秦南通过了第四层考核 整个五元阁为之祝贺 秦南 南道真的突破了传说之中的第四层 秦南在通过这第四层之后 又会获得五元阁怎样的奖励 在这五元阁的第四层内 到底有着怎样的存在 为何在以前的时候 五元阁的第四层 从未开放 这一次突然开放了 无数的疑问 几乎在同一时间 浮现在众人的心头 这让他们恨不得秦南立刻出现 为他们解答 唯有伤到蒙古教之中的白衣女子 在沉默半晌后 缓缓开口道 我曾经在商道盟的秘点上看到 五元阁的存在 他所涉及到的奥秘 完全超越了整个下狱 极有可能整座五元阁 从上狱流传而来 虽然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但是通过分析 五元阁内有可能 隐藏着一个极大的秘密 全场众人 表情无不为之一领 尤其是方林 还有乱雁门 新女宗的长老 眼中的寒光 闪烁得更加浓郁 如果说秦南真的从五元阁内 获得了一个极大的秘密 那么这对他们三大宗门来说 根本就不是一件好事 白衣女子似乎知道自己的这番话 为秦南招来了敌人 再次轻声说道 当然了 从现在的局势来看 完全不能确定 秦南是否通过了第四层 毕竟五元阁一直以来 从未有人前往过第四层 更何况 想要通过五元阁的第四层 难度恐怕要比前三关的难度 要大 白衣女子话还没说完 便让不少人为之点头赞许 毕竟五元阁的第四层 第一次开启 想要通过的话 按理来说 难度必然非常之大 然而 就在此时 一变再生 只见到五元阁光芒大战的第四层 突然暗淡下去 那五元阁最为顶尖的第五层 在此时发出了耀眼无比的光芒 金光灿烂 犹如一颗璀璨的星辰 在整个秋星大海上 绽放开来 笼罩全海 无数的仙乐 仙音 龙之咆哮 奉之吟唱 等等百般异象 同时在五元阁内闪耀 这一刻 所有人脸上 都露出了一抹震撼之色 这是怎么回事 五元阁内的第五层 怎么突然爆发出来了如此惊人的异象 这怎么可能伤到蒙古教之中的白衣女子 彻底失态 话语中流露出来了浓浓的惊骇 难道秦南通过了第四层 达到了五元阁的第五层 从这种意向来判断的话 秦南难道会通过五元阁第五层 所有人听到这句话 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 第五层 秦南通过第四层 达到了五元阁的最顶层 并且从现在的局势来看 秦南将会通过五元阁的第五层 尤其是魏豪 黄雀 王若玲 黄龙 徐忧 莫子山等等 还有其他三大宗门的天才们 在这一刻 心神起伏 更为巨大 同样作为天才 他们连第三关都无法闯过 甚至有的人连第一关都无法闯过 为何这个秦南 居然能够连闯三关 达到了从未有人达到的第四层 如今竟然还在登顶最高层 同样是天才 他们之间 为何差距如此之大 就在众人无比震撼的时候 秋星大海上的五元阁 微微一颤 所有释放出来的耀眼光芒 全部消失不见 从那五元阁内 一缕力量 包裹着一个人影 骚然喷出 化成一道长红 落在了秋山山峰上 这个人影 赫然是秦南 只不过这个时候的秦南 脸上并未有露出任何喜悦之色 反而在他的眼睛深处 汹涌着浓浓的惊骇波浪 就连他整个身躯 都在微微站抖着 仿佛见识到了极为可怕的存在 这一刻 所有人的目光 全部都聚集在了秦南的身上 原本在五元阁开启之前 秦南在商道盟到来之前 一直都无人问津 然而在现在 秦南依言不发 却成为了全场焦点 这是因为 秦南进入了五元阁第四层 达到了五元阁第五层 并且全部通过 成为了有史以来 第一个全部通过五元阁的男人 秦南 张太义见到秦南 震惊之后 再也无法克制 当下急声道 你是不是通过了第五层 李快告诉我 在第五层内 到底有着什么 不不不 这些话现在不用说 现在你立刻跟我走 回去选灵宗 原本张太义想要知道 秦南在五元阁内的遭遇 但是他迅速回过神来 准备带着秦南 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方林还有乱雁门 新女宗的长老 都在这瞬间 眼神奇奇一领 脚步一踏 有所动作 哪怕他们同样好奇 秦南在五元阁内 所遇到的一切 但是眼下这个时刻 根本容不得他们好奇 而是抓住秦南 带回宗门 挖掘秦南所知道的秘密 正如商道蒙的白衣女子所说 五元阁内必然有着一个极大的秘密 为了这个秘密 哪怕是秦南背景滔天 他们三大宗门的长老 硬着头皮 兜得拿下秦南 否则的话 若是秘密今天 对他们三大宗门 将是一个致命打击 秦南听到张太义的喝声 眼中的震撼逐渐回过神来 对着张太义摇了摇头之后 便轻声说道 我通过了五元阁的第四层 第五层 只不过这两层的情况有点特殊 没有获得任何奖励 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 从今天开始 五元阁将会消失在秋星之海 永远不会重现 随着秦南话音刚落 悬浮在白米海浪之上的五元阁 突然爆发出来了惊天动地的力量 插入天地 将那秋星之海上方的虚空撕裂开来 整座楼阁跨入虚空之中 消失不见 整个秋星之海掀起的白米巨浪等等异象 纷纷坍塌 化作虚无 秋星之海 归于了平静 就仿佛刚才发生的一切 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五元阁 彻底消失 这一刻 全场所有人齐齐失神 忍不住喃喃开口 五元阁消失了 他竟然消失了 自从我修行以来 见过他五次 每隔两年 他都会出现 如今终于要消失了吗 没想到啊 没想到啊 五元阁居然会有着消失不见的一天 这些散修们 都是下意识地发出了心中感叹 唯有张太义 方林 还有乱雁门 新女宗的长老 脸色齐刷刷一变 五元阁消失了 对这些散修 自然没有任何影响 但是对他们四大宗门来说 却是影响巨大 因为这几十年以来 四大宗门都将五元阁是为了一个磨炼之地 现在消失了 那也就是说他们四大宗门内的许许多多的天才弟子 都将会少了一个机会 商道蒙古教之中的白衣女子 却是没有丝毫震惊 而是清脆开口 到五元阁几十年以来 都在此立足 从未消失 如今突然消失 想必是秦男公子获得了五元阁内的秘密 所以五元阁没有继续待在这里的理由了 才会消失 小女子不才 对五元阁内的秘密 非常感兴趣 若是公子能够告知小女 小女必然重谢 解决公子一切烦恼 全场众人精神一震 看向秦男的目光 充满了火热 正如白衣女子所言 五元阁消失不消失 并不是关键 最为关键的是 五元阁内存在的秘密 你想要这里面的秘密 秦男脸色出人意料的平静 只是淡淡道 我虽然很想告诉你 但是我的说一句实话 无论是你 还是你们商道盟 或者是这里所有的人 这个秘密 你们都没有资格听 此言一出 全场所有人一争 哪怕是商道盟中的白衣女子 都罕见的呆住了 秦男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他想要独吞秘密 不想要告诉众人 最为关键的是 秘密你秦男可以知道 他们这些人 为什么没有资格知道 唯有秦男 看着众人 想着五元阁内发生的一幕 他的眼神再度剧烈地波动起来 与白衣女子猜测的不一样 与众人想象的不一样 在秦男踏入五元阁第四层的时候 根本没有遇到什么考核 他只是遇到了一个老人 一个满头黑发 一个说话很奇怪的老人 黑发老人看了秦男一眼 只是说了一句话 在五元阁内第五层 有着一个大秘密 你若想要去看 便可以去看 但是 我要告诉你 你若去看了 将会对你带来巨大的危害 并且你若不去看 我可以给你巨大的奖励 太处 巨大的奖励 秦男眉头唯唯一皱 随即淡淡道 既然如此 那我还非得前往第五层看一看 众所周知 五元阁诞生以来 从未有人进入过第五层 如今有着如此好的机会 放在他的面前 他自然不会退缩 危险 他并不惧怕 好处 他虽然动心 但是在这种创造历史的大事之上 他宁愿选择后者 黑发老者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缓缓道 既然如此 那你就进入第五层吧 紧接着光芒一闪 秦男来到了第五层 在进入第五层之后 只有一个小屋 小屋下坐着一名青年 这名青年面向模糊 始终看不清楚真实的五官 唯一能让人记住的是 这名青年的声音 非常亲切 富有雌性 青年似乎看了一眼秦男 捧着茶杯 抿了一口 随即放下 说到 一一层的资质时 不是假的 他是真的 一句话 犹如惊天炸雷 第166章众人围堵 全场众人迅速回过神来 看向秦男的眼神之中 戴上了一丝丝的敌意 这些散修还好 但是非剑门的方林长老和乱雁门 新女宗的长老们 毫不掩饰 眼神中露出了层层的杀机 在这一瞬间 三大长老动作迅速 不露痕迹之间 呈现品字形 将秦男和张太义等等 玄灵宗天才 全部围困中央 一股若有若无的杀气 立刻在山峰上激荡起来 张太义脸色一变 瞬间寒冷下来 道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你们三大宗门 想要在这里对秦男动手 我告诉你们 你们若是敢对秦男动手 那你们就要遭受 两大五宗敬强者的怒火 哪怕无法撼动你们三大宗门 但就凭你们长老职位 到时候必然会被宗门抛弃 死路一条 张太义直接搬出了秦男的背景 准备让三大长老 打消念头 方林还有另外两大宗门长老 听到这句话 眼神之中都闪过了一丝犹豫 闪过了一丝挣扎 他们三人也非常清楚 如果今日 在这里对秦男强行出手 必然会遭到秦男背后 两大五宗敬强者的打压 哪怕是三大宗门 也无法承受两大五宗敬强者的震怒 必然会将他们三人当作弃子 哪怕他们三人 为门派立下了巨大功劳 就在此时 商道蒙古教之中的白衣女子 轻生开口 道 五元阁内的秘密 本应该与众人分享 虽然我们商道蒙 不愿意与玄灵宗为敌 但是秦男公子执意 不肯说出秘密的话 今天这件事情 我们商道蒙 也会参与 话音刚落 古教面前的四位武王 竟巅峰存在的强者 当下身形一闪 落在了三大长老身边 围堵玄灵宗 原本内心犹豫不决的方林三人 脸上都齐齐浮现出来了一抹喜色 坚定了心思 如果今天商道蒙也参与其中 哪怕是面对秦男背后 两大五宗敬强者的怒火 他们三人也会保全性命 逃过一劫 方林当下拱手大笑 多谢商道蒙 这句话说的实在是太对了 五元阁的秘密 就该与天下众人一起分享 张太义的脸色 瞬间难堪到了极点 若是只面对另外三大宗门的长老 他完全不以为惧 但是如今商道蒙参与进来 那么局势将会变得非常艰难 全场散修看着眼前的局势 都逝去的闭上了嘴巴 一言不发 根本不敢参与进来 他们之所以没有离开 主要是想看看 面对着商道蒙和三大宗门的压力 秦男到底会不会选择服软 秦男脸上根本没有丝毫表情变化 仿佛没有察觉到眼前的局势一样 因为无论如何 他都不会把五元阁内那名青年说的那句话 告诉众人 否则的话 将会掀起滔天巨浪 带来无数的麻烦 自知识是真的 这也就意味着 秦男未来的前途 超越了五神境 超越五神境是什么概念 哪怕是在场众人不相信 必然也有一些人相信 只要他们相信了 就会对秦男赶尽杀绝 这样的风险 秦男绝不会去尝试 秦男收回思绪 目光扫了一眼方林三大长老 嘴角勾起了魔冷笑 随后目光落在了商道蒙鼓叫之上 道 这位姑娘 你确定你要代表你们商道蒙来对付我 虽然你们鼓叫之中 坐着一位五宗境强者 但是就凭这点底牌 现在想要对付我 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此言一出 举座皆经 商道蒙鼓叫之中 居然还有着一位五宗境强者 还有最为关键的是 秦男是怎么知道 鼓叫中有着一位五宗境强者 并且秦男这句话的意思 莫非连五宗境的强者 都不放在眼里 商道蒙鼓叫之中 原本表情平淡如水的白衣女子 神情刷得已变 白衣女子前面坐着的那位老玉 表情也瞬间变得难看下来 他堂堂五宗境强者的存在 秦男区区一个半步先天境的太古午休 是如何发现他的 最让这名老玉怒火中烧的是 秦男实在是猖狂 居然不把他们商道蒙的圣女放在眼里 白衣女子很快平静下来 随即倾笑开口 没想到秦男公子 消息居然如此灵通 这让小女子对秦男公子 更加好奇起来了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们商道蒙的底牌 那么小女子倒是想要见识见识 秦男公子的底牌 紧接着 鼓叫之中 一道冷冰冰的横生 响彻起来 这一道横生 蕴含着一股极为棒薄的力量 落在全场众人的耳中 犹如惊天炸雷一番 无论是全场散修 还是四大宗门的长老 在这瞬间 脸色齐齐大变 商道蒙鼓叫之中 竟然真的有着一位五宗境强者 这让全场所有人的目光 都下意识地落在了秦男身上 既然秦男早已知道商道蒙的底牌 秦男将会如何化解这场危机 张太一此时此刻 脸色变得铁青一片 没想到商道蒙此次出行 居然出现了五宗境强者 这下该怎么办 难道真的要将五元阁内的秘密 分享出去麻 张太一大脑急速运转 心中逐渐升起了一股股的无力之感 连五宗境的强者都已经参与其中 这已经不是他能够掌控的了 只不过张太一还未绝望之时 眼角余光 突然落在了一名俏丽少女身上 整个人立刻精神大震 他忽视了一个问题 公主在此 就在全场气氛无比凝固之际 一道极其不爽的声音 随即响彻起来 商道蒙 你们到底是什么意思 秦男已经从五元阁内出来了 你们是不是要把本公主的赔偿拿来 听到这句话 全场众人目光下意识地看向来源 发现开口之人 赫然是妙妙公主 这个发现 毫无疑问 让全场众人都齐齐傻眼了 虽然他们这些散修 不知道这位漂亮精致的小女孩 到底是什么来历 但是他们非常清楚 这名小女孩能够轻轻松松压住几百万科武王丹 必然来历不小 可是 即使来历不小 眼下武宗竟强者在此 大局难道还能被强行扭转 商道蒙的白衣女子 也没有想到妙妙公主会突然开口提起此事 她也毫不生气 心生开口 公主 你下的赌注 在我们商道蒙解决完秦男的事情之后 便会发放给你 绝不会赖账 还望公主体谅 谁知妙妙公主翻了翻白眼 不爽道 不行 现在就得将丹药给本公主 另外 你们托她本公主的丹药 还要对本公主的仆人出手 你们已有把本公主放在眼里麻 说到最后 妙妙公主语气突然加重 变成了严厉的质问 这一下 全场众人更傻了 按照这个趋势来看 这个来历不明自称公主的小女孩 要替秦男出头 对付商道蒙麻 古教之中的白衣女子呼吸微微一致 淡淡道 既然如此 小女都有得罪 还望公主体谅 轰 随着话音落下 天空突然响彻起来了一声炸雷 一道身影 从古教之中飞出 悬浮虚空 一股股恐怖的威压 从这身影上散发而出 席卷全场 这道身影 赫然是商道蒙的武宗竞强者 全场众人在这瞬间脸色巨变 迅速涨红 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 甚至有一些修为低下的修饰 嘴角都溢出了一缕鲜血 双腿开始不断打战 在武宗竞强者的威压之下 哪怕是武王竞强者 都如同蝼蚁 好大的本事 居然敢在本公主面前 光明正大的释放威压 本公主看你是活腻了 妙妙公主翘脸一幕 小步一踏 紧接着一道恐怖的威压 从她的体内冲天而起 这一刹那 所有人无不变色 第167章有惊无险 从妙妙公主身上释放出来的威压 犹如一头太古洪荒猛兽 比伤道蒙武宗竞强者的威压 更加棒薄 更加浩瀚 两人之间的差距 无论是谁 都能够明显地分辨出来 这也便是秦南的底气 在刚刚开始 秦南动用战神之童 窥探伤道蒙古教 知道了古教中武宗竞强者的存在 同样也大致猜测出来了 这名武宗竞强者的具体修为 发现妙妙公主更为强大之后 秦南对于伤道蒙 自然毫不畏惧 这 全场众人 则是深深震撼了 他们根本没有想到 这个漂亮的小女孩 竟然是一尊武宗竞的强者 不仅如此 还要比其他的武宗竞强者 更为强大 古教中的白衣女子 表情一阵 随即缓缓开口 与其变得郑重起来 没想到前辈便是 玄灵宗的荣耀长老 秦南的另外一位 师尊妙妙公主 刚才是小女子多礼了 还望阁下恕罪 原本悬浮在半空之上的老玉 表情也极其凝重 对着妙妙公主失了衣礼 她能够清楚地感觉到 在妙妙公主那娇小玲珑的体内 隐藏着一股极为棒薄的力量 要比她强大了至少三倍 这是前辈的丹药 白衣女子屈指弹出了一枚储物袋 声音悦耳 道前辈既然在死 五元阁内的奥秘 想必今天是不能强行染指了 小女子这里有一个请求 希望秦南公子能够将秘密告知商道盟 以商道盟的信誉启示 绝不会将之透露给其他宗门 若是前辈答应 秦南公子答应 小女子必有重谢 在发现了妙妙公主的修为之后 白衣女子并未觉得尴尬 也没有任何畏惧 反而巧妙地退了一步 让人根本无法拒绝 张太一听到这句话 都非常想要开口答应 毕竟将秘密分享给商道盟 并不会有任何损失 并且还能获得商道盟的好感 只有方林三大长老 脸色瞬间变得无比僵硬 虽然他们现在被商道盟给抛弃了 按理来说应当愤怒 但是看到释放出恐怖威压的妙妙公主 他们眼神之中闪过了一丝恐惧 根本一句话都不敢说 开玩笑 五宗静强者在死 他们有什么资格说话 哪怕是妙妙公主动手 将他们三大长老杀死 另外三大宗门 除了索要赔偿之外 根本无法做出任何实质性的举动 更何况 妙妙公主根本不是普通的五宗静强者 秦男听到这句话 皱了皱眉 刚要开口拒绝 妙妙公主却是抢先开口了 只见妙妙公主捧着橱雾袋 神色兴奋至极 脸带着整张精致小脸 都爬上了一抹是人心破的涂红 她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露出了一抹金光 道 你说的是真的 只要秦男乖乖将里面的秘密告诉你们 你们就能给本公主许多的丹药 是的 白衣女子见到妙妙公主与其松动 迅速补了一句 道 若是秘密是真正的太古秘星 我们商道蒙必然会有非常丰厚的补偿 保证让前辈满意 是吗 妙妙公主一双眼睛 越发明亮 小嘴为章 仿佛就要一口答应过来 秦男吓了一大跳 当下低声喝道 不能答应 这个秘密 谁也不能告知 滚一边去 妙妙公主翻了翻白眼 没好奇道 本公主正在谈生意 你一个仆人 在这里插什么嘴 这里有你插嘴的资格吗 全场众人看得目瞪口呆 尤其是黄雀 卫豪那些天娇们 嘴角都忍不住抽搐起来 在五元阁的时候 经过短暂的接触 他们这些天娇 都能够感觉到 秦男体内有着一股极强的傲骨 这种傲骨 从不低头 从不服输 从不屈服 就是这样的一尊超级天才 现在却被一尊小女孩 破口大骂 当众丢脸 秦男的脸色 瞬间变得无比难看 他根本没有想到 在这个关键时候 妙妙公主居然是这般不可靠 还亏他对她稍微有了一点信任 妙妙公主画风突然一转 笑咪咪道 虽然本公主很喜欢丹药 但是本公主这个仆人 就算偶尔有点调皮 平常表现还不错 本公主自然不能伤了她的心 再说了 这次仆人为本公主赚了不少丹药 本公主必然要护着她 所以嘛 五元阁内的秘密 你们伤到萌 就不要再追问了 这件事情就这样算了 说完她还摆了白手 一副老气横秋的模样 秦男听到这句话 心里立刻松了口气 同时对于妙妙公主刚才的举动 更是哭笑不得 这个妙妙公主 似乎总喜欢先给人绝望 然后再给人希望 其起伏伏 无比刺激 古叫那白衣女子沉默半少 才缓缓道 既然前辈一再坚持 那么小女子也不多求 只不过小女子想要说一句 秦男公子从此之后 不得踏入伤道盟 麾下任何一家拍卖场 否则的话 将会遭受伤道盟追杀 当然了 若是秦男公子回心转意 依然可以带着五元阁内 获得的秘密 前来伤道盟与我交易 只要秘密有着足够分量 伤道盟可以换到 你一切想要换的东西 说完这句话 白衣女子淡淡一喝 起叫回府 抬着鼓叫的八名赢甲武士 立刻大喝一声 抬着鼓叫迅速离开 那与三大长老围困着秦男的四位武王竞强者 还有天空上的老玉 在看了秦男一眼之后 随即闪身离去 全场众人 看着商道盟离开的浩荡队伍 这才回过神来 目光齐刷刷看向了秦男 原本刚开始商道盟想要拉拢秦男 赐下黄金圣令 如今到头来 秦男却是与商道盟交物 被商道盟封杀 这让他们看向秦男的目光中 带上了一丝同情 无论是谁 终生不得踏入商道盟麾下的拍卖场 将是一个极大的损失 唯有秦男 依然面无表情 对于他来说 五元阁内发生的事情 比起商道盟的封杀 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怎么 秦男目光看向了方林三人的身上 淡淡道 从三大长老的架势来看 难道你们三大宗门 想要在这里动武了 不过这也无可厚非 毕竟我在五元阁内 获得了巨大的秘密 你们三大宗门 自然想要得到 方林三人脸色一僵 嘴角狠狠抽搐起来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要知道 现在淼淼公主在死 连商道盟都被振折住了 他们哪怕是有天大的胆子 也不敢动武啊 秦男说的这句话 根本就是故意打他们脸 哪敢 哪敢 千万不要误会 方林三人哪怕心中郁闷到了极点 依然抢挤出笑容 退开身形 根本不敢再有任何包围 张太义看到他们三大长老吃鳖 当下心欢怒放 如果不是因为他和妙妙公主不熟的缘故 他恐怕会仗着妙妙公主在此的势头 对三大宗门好好欺压一番 毕竟在这次五元阁刚刚开始的时候 遭受了不少的屈辱 秦男收回目光 随后一一落在了黄龙 徐忧 莫子山 大虎四人身上 当下甩手一笑 道 我身上的力量果实太多了 你们就一人一枚吧 拿他换点修炼资源也好 至于黄龙 你晋级了两关 就不需要了 徐忧 莫子山 大虎看着秦男递来的力量果实 都是唯唯一争 力量果实的价值 毋庸置疑 秦男看着三人并未有动作 当下没好气到 怎么 看不起这一枚力量果实麻 徐忧三人连忙摇头 随即黑黑一笑 不再犹豫 一人拿走了一枚力量果实 原本在刚开始 他们见到秦男扭转大局 成为四大宗门诸多天才中最为耀眼的那一位天才 心中立刻生出了一种差距之感 虽然他们三人心中明白 从今往后 他们与秦男之间的差距 恐怕会越来越大 但是秦男现在的举动 无疑让他们心中硬碗 哪怕有着实力差距 至少在秦男心中 对他们有着感情 谢谢 徐忧 莫子山 大虎几乎同时开口 满脸真挚 第168章轰动四宗 秋山山峰上 随着商道盟的离开 大局彻底定下 飞剑门 乱雁门 新女宗三大门派 现在自然不敢再继续带下去 早早率领全部天骄 返回门派 至于此次前来参加五元阁的诸多天骄们 以黄雀 魏豪 王若林等人为首 他们心中除了对秦男的恨意之外 还有着浓浓的挫败之感 身上再也没有了之前的高傲嚣张之气 因为无论是背景天赋 悟性等等 他们都无法与秦男相比 此次玄陵宗 作为最大的赢家 张太义整个人心花怒放 兴奋的满脸朝红 更是大方挥手 给予了秦男等人数百科武王丹 作为此次五元阁之行的奖励 现在 我们返回宗门 张太义带着诸多天才 返回玄陵宗 在这路途上 发生了一件事情 当秦男得知妙妙公主足足赚了三千万颗武王丹的时候 整个人彻底吓傻了 随后义正言辞地将那八十颗天津花占为己有 只不过妙妙公主向来是一毛不拔 笑眯眯地释放出自身武宗境气势之后 强行从秦男的身上 将八十株天津花全部夺走 连一株都没有留下 这让秦男备受打击 脸色难看 完全没有任何取得五元阁第一名的喜悦 妙妙公主一毛不拔也就算了 最为关键的是 此次商道盟提出来的赌局 他居然没有机会参加 让他白白损失了赚取丹药的大好机会 这样郁闷的状态 直到过去了两天时间 秦男才恢复过来 距离达到玄陵宗 还有八天时间 不如在这期间好好修行一下 秦男按道一声 脑海里不由得想到了五元阁第五层 那个神秘青年说的话 自知识是真的 那么他的未来 修为将要超越五神境 超越五神境是什么概念 秦男不清楚 他也不敢去问 算了 算了 这件事情还是忘了比较好 秦男摇了摇头 不再胡思乱想 目光看向了自己的储物带 经过这一次的五元阁之行 秦男的储物带 变得异常丰富 首先是妙妙公主 当初给予的二十滴太古灵异 一直尚未服用 还有从五元阁内 获得的力量果实 还剩下七枚 更有从五元阁第三层内 获得的一枚入围之石 在行走的过程之中 虽然不能催动五魂 吸纳天地灵气 但是可以服用天地灵药 让自身进入修炼状态 秦男思考了一会 随机取出二十滴太古灵异 将之服用 他之所以选择服用太古灵异 那是因为 太古五修境界提神非常迅速 根本不需要太多的感悟 恰好适合在行走的途中 进行修炼 二十滴太古灵异入体 立刻炸成了一团精纯磅薄的 太古真气 灌入秦男的全身 秦男的整个身躯 仿佛被火焰燃烧一般 温度迅速提升 皮肤通红 太古真气 纳为自身 诸多妙用 何为一体 秦男嘴里喃喃自语 一边行走的同时 一边炼化体内的太古灵气 隐隐有了一心二用的味道 这一幕 被张太义和其他天才 看到眼中 都是露出了一丝金色 不愧是秦男 竟然感悟到了一心二用 难怪能够取得这次惊人的成就 张太义赞赏道 黄龙等四人神色也变得坚毅起来 秦男不仅天赋强大 还如此努力 他们还有什么资格 浪费时间 这一下 所有人都陷入了修炼之中 尝试一心二用 感悟一心二用 不再浪费丝毫时间 唯有妙妙公主不懈的撇撇嘴 道雕虫小记 不值一提 本公主根本看不上眼 张太义 在秦男陷入修炼的时候 他遇到了一个问题 他体内的太古真气 浓厚程度已经堪比先天静一重的存在 原本服用了二十滴太古灵异之后 按照正常速度 他体内的太古真气 至少要达到堪比先天静三重的水准 然而 任凭二十滴太古灵异 蕴含无比庞大的太古真气 他整个身体 都无法继续吸收 这是怎么回事 秦男眉头下意识皱了起来 按理来说 太古五休进展神速 应该没有任何境界屏障 不对 不对 这并不是什么境界问题 而是我自身修为 体升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哪怕是太古五休 也不可能在短短半个月内 直接晋级先天静一重 就是因为这样 导致我体内的真气 变得非常虚伏 秦男思索了半天 再想到当初单老的评价 这才逐渐明白了其中的关键之处 太古五休 修炼的乃是太古真气 可以随时吸收 随时突破境界 速度飞快 可是 真气乃是一种气 一种力量 若是没有彻底凝聚 虚伏不堪 自然无法继续提升境界 就犹如修建宫殿 没有足够坚韧的地基 就会彻底崩塌 明白了这个道理 秦男整颗心沉稳下来 调动体内的太古真气 汇聚丹田 朝着真气团 迅速聚拢 不断压缩 这二十滴太古灵异 所拥有的太古真气 都被秦男 不断压缩 不断聚集 时间迅速流逝 直到三天之后 秦男双目刷的睁开 从他的体内 涌起了一股磅礴的气势 四周之人 全部都被惊动 张太义上下打亮秦男一眼 目露奇光 道 难道你境界突破了 咦 不对 不对 你这并不是境界突破了 你现在的气息 非常厚实 凝聚 与之前完全不同 就好像是一尊真正的先天进一众 站在我的面前 秦男笑着点了点头 虽然他现在依然只是先天进一众 但是秦男已经感觉到 他的力量 要比之前 更加庞大 更加凝聚 看来你是领悟了太古真气的奥妙 张太义笑了笑 道 太古午修 修炼太古真气 晋升速度非常之快 但是自我真气 本就需要凝重厚实 若是一味的追求速度 就会落下隐患 成为自身魔障 秦男点点头 深以为然 如果不是当初误打误撞 服用了妙妙公主的太古灵异 恐怕他也不会选择走上太古午修这条道路 太古午修 进展神速 但是他带来的弊端 实在是太多 好了 继续赶路 还有五天时间 就能到达玄灵宗 张太义叮嘱了一句 五天时间 一晃而过 秦男五人 终于达到了玄灵宗 在进入玄灵宗之后 张太义急匆匆前往玄灵宗 汇报了关于此次五元阁的消息 一时之间 整个玄灵宗 所有大佬 全部都被惊动 不仅仅如此 飞剑门 乱雁门 清女宗的弟子们 也陆续抵达门派 传回了此次五元阁的消息 三大宗门 瞬间轰动 第169章大佬来临 此时此刻 乱雁门 什么 秦男居然战败了魏豪少门主 还登上了第五层 创造了历史 过曹 居然还有人战败魏豪少门主 此人的天赋 到底达到了什么程度 妈的 这个秦男 简直变态 非剑宗 全灵宗居然出现了如此强大的天骄 什么狗屁强大的天骄 哼 他只不过是侥幸获胜而已 呵呵 区区黄极食品武魂 也敢嚣张 等师兄出关 必然废了他 就是 垃圾玄灵宗 垃圾秦男 轻女宗 哇 这个秦男居然如此强大 创造历史 碾压诸多天骄 简直就是我的梦中情人 呸呸呸 秦男师兄是我的梦中情人好不好 和你有什么关系 则则 秦男师兄真帅 这样的男人 才配得上我 兮兮 我看呀 不如让师姐出马 让秦男师兄永坠爱河 从此成为了我们轻女宗的弟子 分享五元阁内的惊天秘密 恩恩 这个主意不错 在三大宗门之中 无论是内门弟子或者是外门弟子 都被这次的事情 彻底惊动 就连一些闭关的真传弟子 都知道了秦男的名字 那是因为 四大宗门内许许多多的弟子 都曾经进入过五元阁 非常清楚在五元阁内进入第四层 进入第五层 意味着什么 与宗门弟子相比较 三大宗门的各大巨头 则是吻风而动 开始秘密商量计划 因为秦男获得了五元阁内的秘密 极其有可能是某种惊天秘星 这让各大宗门的巨头 自然无比眼热 除了三大宗门之外 当消息流传到玄灵宗的时候 整个宗门再度震动 我靠 秦男居然遮掩了五魂等级 他真实的五魂等级 居然达到了黄级食品 思 这个秦男 到底是怎样的变态 这次居然碾压其他宗门天才 获得了五元阁内的惊天秘星 他奶奶的 你们都没注意到吗 秦男不仅仅是太上长老的徒弟 还是另外一位五宗敬强者的徒弟 又有背景 又有天赋 难道这个秦男 将要成为我们玄灵宗的真传弟子吗 玄灵宗全部弟子 都在议论着秦男 眼中的震撼 久久不能消散 这主要是因为 在玄灵宗内 秦男曾经就创造过诸多惊人的事情 获得万象大笔第一 走出乱心谷竹林一千步 创造历史 在后来外院弟子考核大典上 获得第一 惊动四大殿主 连外门大长老等等 都遭受刑罚 再加上这一次五元阁内闯出的惊人成就 这让玄灵宗的弟子们 心中都对秦男升起了一股浓浓的敬畏之感 这些弟子当中 还有着那门弟子 此时此刻 惊动了四大宗门的秦男 正站在功法殿旁边的楼阁之中 在他的面前 赫然是丹老 丹老从震撼中苏醒过来 认真地看了秦男一眼 缓缓道 看来以前 我都是小看你了 从今天开始 我的认真审视你了 秦男一次又一次创造了奇迹 这完全不再是运气 而是实力 秦男笑了笑 抱拳道 这都是都亏了丹老 呵呵 你小子啊 我可没有帮忙 反而自从遇见你 总是给我带来了不少惊喜 譬如妙妙公主的加入 这让我们玄灵宗长长舒了口气啊 因为最近非建门 乱雁门 还有清女宗有点不安分啊 说到这里 丹老笑了笑 没有继续说下去 随即问道 对了 怎么不见妙妙公主 他去运落里面了 不知道要干什么 秦男摇摇头 他对妙妙公主的行踪 根本就不关心 反正他们两人之间的距离 不能超过百里 丹老点点头 随即道 你小子这次过来 肯定有事情吧 秦男刚准备开口 就在此时 几道强大无比的气息 破空而来 落在了这个院落之中 来人赫然是功法店店主 功劳店店主 刑法店店主 易保店店主 四大店主降临的刹那 立刻给丹老问好 随后目光齐刷刷 落在了秦男的身上 眼中透露出来了震惊 好奇 深思等等 复杂的情绪 在上次秦男 遭到外门大长老 打压的时候 四大店主 接到丹老命令 新自降临 替秦男化解危机 他们当初 并未把秦男 放在眼中 谁又知道 在短短不到 一个月的时间 秦男一举成为了 黄吉时平武魂的 超级天才 还通过了 五元阁足足 五层考核 创造了一个重大历史 刑罚店店主 看着秦男 呲牙笑道 我当初就说过 你小子未来 肯定不凡 没想到这么快 就弄出了 这么大的动静 秦男没有坑声 目光清澈而坚定 刑罚店店主 当初根本 没有说过这句话 如今刑罚店店主 故意夸奖他 奉承他 显然有着目的 至于这个目的 秦男已经猜到了不少 他的心里 也有了主意 单老看了刑罚店店主 一样 淡淡一笑 道 你们四人 来这里想必是 有着重大事情吧 现在别这么 喂手喂脚 也别拐弯抹脚 直接说吧 四大店主 脸上都露出了 丝有欲 这次是 公法店店主 开口了 微笑道 秦男 你应该还记得我吧 你是天生武痴 与我是同道中人 那我也就不遮掩了 此次我们四人前来 主要是因为 你此次闯过了五元阁全部楼层 前五古人 后五来者 宗门要对你大大奖励 除此之外 公法店店主顿了顿 神情严肃下来 道 掌门亲自下令 希望你能把五元阁内发掘的秘密 告知宗门 当然 你为宗门立下如此之大的功劳 宗门绝不会亏待你 四大店主在这个时候 目光都死死地看向秦男 秦男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摇了摇头 郑重道 四大店主 请禀告掌门 这次五元阁内的秘密 并不是弟子不愿意告知宗门 而是因为 这个秘密牵扯到了我的自身 并且 我可以坦白告诉你们 我从五元阁内得到的秘密 根本不是什么太古秘心 宗门也无法从其中 收获到足够的好处 四大店主脸色一僵 眼中都闪过了一丝羞恼 秘密牵扯到了自身 秘密根本不是太古秘心 宗门无法从其中获得好处 这些全部都是扯淡 连伤道盟的人都对五元阁内的秘密 如此重视 秘密怎么可能平凡 秦男 功法店店主还想开口 好了 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 顺便你们也转告宗主 秦男乃是罕见天才 也是我的弟子 还请他不要为了这点事情 前来打搅 更不要含了众人的心 丹老打断了他说话 面色一沉 隐隐有着一股气势 腾飞而起 不怒自威 四大店主脸色顺时一变 如今在玄陵宗内 宗主和太上长老之间不合的事情 他们早有耳闻 现在听到这番话 这个传闻必然是真的 这让四大店主一时之间 闪过了无数的念头 他们此次代表宗主 向秦男索要秘密 他们是继续强势下去 还是选择靠拢太上长老 丹老 这 功法店店主仿佛不死心一样 再度开口 走吧 不送 丹老面无表情 和声不容置疑 功法店店主面色不断变化 随即应了一声 不再多说 率先离去 另外的三大店主 见到这一幕 思来想去 心中暗叹一声 也没有多说什么 直接离去 秦男看着这一幕 微微松了口气 心中对丹老更是感激 从这个局势不妨看出 今日若不是丹老 想必玄陵宗宗主 必然不会善罢甘休 在四大店主离开之后 丹老收回身上的威势 打断了秦男的思绪 笑咪咪问道 对了 那的秘密是什么 能不能告诉老头子 秦男面色严肃 道 丹老 实在是对不起 这个秘密主要是涉及到了我个人 好了 不想说就不用说 我又不会勉强你 丹老笑着摆摆手 他对秦男的这番话 根本就不信 全当是借口 秦男只好无奈苦笑 为什么说真话 大家都觉得是假的呢 好了 回去修炼吧 你现在已经是内院弟子了 要更加努力 丹老说到这里 顿了顿 随即轻声道 师兄一直在默默注视着你 希望你不要让他失望 秦男呼吸一致 脑海中不由想到了 万象岛上的那个神秘黑衣人 本来他还想开口问点事情 但是见到丹老的表情 口中的话全部都吞了回去 重重点了点头 第170章名利皆虚妄 从丹老离开之后 秦男回到了外门 白横早就等候多时 见到秦男 当下毕恭毕敬 道秦男少爷 现在您名次大长 已经进入内院啦 您在内院之中 排名为327名 原本应该居住在327号院 但是鉴于您此次优秀的表现 外门大长老特批内院3号院 让您居住 白横 这些事情 都麻烦你了 这枚力量果实 吞浮下去 可以立刻提升一种修位 你拿去吧 秦男点头笑道 从储物袋之中 掏出一枚力量果实 立给白横 这 多谢秦男少爷 多谢秦男少爷 白横拿着力量果实 脸上露出了抹狂喜 无比激动 他的五魂只有黄级六品 按照正常修炼 每提升一种境界 都极为困难 现在这枚力量果实 对于他来说 简直犹如至宝 秦男摆摆手 道 这里有件事情交给你去办 我还有五枚力量果实 拿去一宝殿 兑换成五王丹 如今秦男的身上 已经没有了一颗丹药 极其贫穷 好的 白横小鸡卓米般点头 拿着秦男递来的五枚力量果实 迅速离开 至于秦男 随后转身 前往内院 外门弟子之中 分为外院和内院弟子 外院弟子 居住在外院封 内院弟子 则是居住在内院封 内院封与外院封不同 整个山封 更为巨大 犹如一把巨剑 插入大地 拔地而起 在这内院封上 灵气更是浓郁 化作淡淡白雾 仿佛都快凝成实质 浓郁程度 至少是外院封的两倍 不愧是内院封 恐怕我的三号院落 灵气更为浓郁 非常适合修行 秦男安安点头 心中对于自己的三号院落 都生起了一丝期待 只不过 就在秦男踏入内院封的时候 一阵热闹的喧哗声 立刻响彻起来 快看 那不就是秦男 靠 真的是秦男师兄 他来内院封了 哈哈哈哈 我上次见过他的画像 他就是秦男师兄 内院封不少的弟子 在见到秦男之后 当下兴奋大叫 这些叫声的响起 很快就将内院封其他的弟子 纷纷惊动 习习出关 前来观看 不到短短半炷香的时间 内院封上 至少数百位内院弟子 全部出关 朝着秦男看了过去 嘖嘖 这就是秦男师兄啊 果然是厉害 龙行虎步 步步生风 英俊潇洒 堪称爵士天才 哇塞 秦男师兄真是帅爆了 我要跟他生吼娃娃 厉害 实在是厉害 秦男师兄乃是太古武修 现在一身的气息 竟然达到了先天境一重 并且传闻之中 他武技天赋非常高超 掌握了小成入围之境 再加上他皇级食品武魂 若是在动用灵气 抗衡先天境三重都不在话下 嘶 先天境一重 抗衡先天境三重 如此恐怖 难怪能登顶五元阁 这些内院弟子 哪怕是自身修为达到了先天境九重 都满脸赞叹 眼神充满敬畏 秦男看到这一幕 脸上露出了一丝错愕之色 他根本没有想到 自己前来内院风 居然会引起如此一场轰动 尤其是当他听到众人的夸赞 追捧的时候 秦男的心中更是滋生了一丝兴奋 一丝骄傲 还有一份愉悦 以前的他 都经常被人嘲讽鄙视 如今众人对他都是尊敬敬畏 这就是现实 当你功成名就 便会受万人敬仰 修行义是如此 只不过这种感觉 并未心魔 我苦苦修行 拜强敌 闯显观 取得傲然成就 理当受人追捧 秦男心生感叹 暗道 不过 名利皆虚妄 万法虚修行 这种被人追捧的感觉 偶尔可以体验一下 万万不能迷失自己 秦男的眼神 逐渐坚定下来 他心中有梦 为了梦想 他就应该省下心来 用尽全力追逐 在数百个内院弟子的围观感叹之下 秦男静止来到了三号院落 走进了院落之中 内院三号院落的格局 与外院五号院落的格局 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唯一的区别在于 整个院落都被一股强大的禁制笼罩 外人根本无法窥探 并且在院落内的灵气 极其浓厚 隐隐勾勒成了龙之虚影 如此磅驳的灵气 已经相当于外界的五倍了 在此修行 事半功倍 秦男眼中闪过了一丝兴奋之色 心神迅速平静下来 当下盘膝而坐 战神之魂缓缓释放 插入天地 吸收灵气 进入了修行之中 这一刻 整个三号院落之中 都想起了一阵沉闷的轰鸣之音 让一路围观感叹的内院弟子们 脸上都露出了浓浓诧异 什么 秦男师兄居然开始修行了 他从五元阁内回来不到半天时间 居然又进入了修行状态 思 若换作是我 在五元阁内登顶 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定然要大肆庆祝一番 更要与宗门长老多多交流 获取更多的好处 然而 秦男直接进入了修行 根本没有半点拖沓 难怪 难怪 难怪此人能够取得惊人成绩 轰动似大门派 这些弟子们 无不惊叹 眼神复杂 众所周知 秦男不仅仅有着惊人的背景 还有着黄吉时平五魂的强悍天赋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秦男竟然还能努力修行 道心坚定 毫不动摇 紧接着 这些弟子一个个像是受了巨大的刺激 脸色都变得凝重起来 不再吭声 不再废话 返回自己的院落 开始苦修 连秦男都如此努力 他们还有什么资格 不继续努力呢 这一幕 刚好被闻讯而来的诸位外门长老 看在眼中 原本秦男获得了巨大成就 诸位外门长老 需要代表门派 为秦男进行嘉奖 还要为秦男举办庆功会 秦男此子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果然不是偶然啊 一名年长的长老 不禁难难道 看来秦男的出现 对我们外门弟子来说 或者是整个玄灵宗来说 都是一件好事 其他长老 身以为然 随后他们悄悄离开 打消了给予秦男嘉奖 性功的想法 与其如此 还不如让秦男清静下去 好好修行 此时此刻 三号院落内 秦男对于外界之中发生的一切 自然毫无所知 依然全心全意 进行修行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一道急促的破空声 响彻起来 只见一抹荧光 破空而来 赫然是一根长剑 恩 秦男双目刷得睁开 站起身来 大手一抓 将这根破空长剑 抓入手中 在这长剑的剑尖上 赫然有着一封书信 谁会给我写信 秦男唯唯一愣 随即抓起书信 将之打开 在看到书信上的内容之后 他的眉头 狠狠皱了起来 在那书信上 只写了一句话 秦男师弟 恭贺凯旋 请来四十三号院落一叙 丽红 第一百七十一章出于欧阳君 丽红 丽红师姐找我干什么 秦男脸上浮现出来了一丝疑惑 他这种疑惑 早就存在了 上次外院弟子讲课的时候 丽红师姐就赠送给他一块私人令牌 如今他刚刚来到内院 如今丽红师姐又发来了邀请 秦男从不认为自己有着巨大魅力 能够在短短时间内 就让丽红师姐对他青睐有加 上一次丽红师姐的讲课 扩大了我的眼界 坚定了我的道心 明白了自身的梦想 算是一个不小的恩情 他现在开口邀请我 无论如何 我还是要过去一趟 秦男心中打定主意 随后走出院落 前往第43号院落 43号院位于内院封一个偏僻之处 秦男发现 并且与其他院落不同的是 43号院落的大门 仿佛用某种奇异矿石锻造 给人种坚固之感 这是太原金矿 锻造灵器所用的材料 秦男眼中光芒一闪 暗暗点头 在内院封中 不少的内院弟子 都会改造自己的宅院 让自己的宅院 更加强大 具备多种功能 符合自己的心意 秦男以前只是道徒听说 今天总算亲眼见到 秦男师弟 是你来了 可以进来了 这个时候 院落之中 力红的声音响彻起来 秦男当下推开大门 走进了院落之中 刚刚踏入院落 秦男双目一亮 整个院落中栽种着各种奇花异草 敬礼分香 令人赏心悦目 力红站在院落中央之处 身穿着一袭紧身黑衣 勾勒出来了完美的曲线 还有着一种干练果断之感 力红师姐 秦男大步走来 拱手笑道 上次多谢你的讲课 给了我不少帮助 不用多谢 力红摆了摆手 做事风格 一如既往 干脆爽快 道 今天我叫你过来 主要是受人所托 想要带你认识一个人 一个人 秦男唯唯一愣 就在此时 只见到一个人影 从院落小屋之中 缓缓走了出来 这是一名青年 面若冠玉 身着白衣 腰间挂着金龙玉佩 犹如一名美少年 秦男看向这名青年 下意识地运转战神之童 这一看之下 他眼神中立刻露出了抹金色 先天静时重的修为 距离五王竟只有一步之遥 不仅如此 还有着黄吉时平五魂 掌握了小成入围之境 圆满之境 最为关键的是 他腰间的那枚金龙玉佩 竟然是一见后天之气 并且在这玉佩之中 还有着一股极其强大的力量波动 秦男深深吸了口气 让自己迅速平静下来 通过战神之童的观察 他现在完全可以肯定 眼前这名青年 不仅仅天赋强大 还有着极为强大的背景 里就是秦男 青年停下脚步 昂起头来 高高在上 俯视着秦男 这短短的一个动作 已经将这名青年的奥义 完全彰显出来 秦男笑了笑 对这名青年的态度 不以为意 道 我就是 敢问师兄大名 青年还未开口 力宏便道 秦男 这是欧阳君师兄 他是我们内院第一天才 今天也是他想要见你 内院第一天才 秦男闪过了百般念头 面色平静下来 开口问道 欧阳君师兄 不知道今天你找我来 是有什么事情 今天找你来 主要是想给你一个机会 让你加入军盟 欧阳君双手复利 傲然一笑 道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你可要好好把握 军盟 秦男一愣 军盟是什么 一个非常强大的组织麻 力宏仿佛知道秦男有所疑惑 开口道 秦男 军盟是欧阳君师兄一手创建的组织 专门吸纳我们玄灵宗的各大天才 也只有真正的天才 才能进入军盟内 如今的我 就是新盟一员 秦男皱了皱眉 道 加入这个军盟 有什么好处 需要做些什么 说到好处 那就非常之大 欧阳君开口无比霸气 白手道 只要加入了我们军盟 在玄灵宗内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都能够解决 哪怕是在门派之中动手杀人 也没丝毫问题 总之 从此以后 就是我欧阳君照着的人 并且我可以告诉你 内院前十的天才 里面有八位弟子都进入了我们军盟 至于要求 进入军盟之后 为我效力 听我号令 就足以 秦男眼中露出了一丝诧异 在宗门内遇到什么事都能解决 哪怕是在宗门内动手杀人都没有问题 要知道 玄灵宗内规则森严 禁止内斗 如果一旦违反 哪怕是超级天才 都会逐出门派 秦男虽然猜到了欧阳君来历不小 但是没有想到 欧阳君背后的势力 竟然如此之大 对不起 秦男回过神来 摇了摇头 笑道 欧阳君师兄 我对于加入军盟 根本没有什么念想 因为我这个人习惯了自由 当然了 如果新盟有什么事情找我帮助 我定然会量力而行 对于欧阳君口中的好处 秦男自然没有丝毫动心 最为关键的是 加入军盟 就要为欧阳君效力 这种事情 秦男绝对做不到 力宏听到秦男这一番话 没有太多的意外 只不过他的美眸之中 却是闪过了一道光芒 一道冰冷的光芒 欧阳君整个人的脸色 几乎在这一瞬间 变得无比难看 道 秦男 别以为有着一点背景 有着一点天赋 就可以嚣张猖狂 我告诉你 我欧阳君让你加入军盟 是你的荣幸 是你的机遇 而你今天 居然拒绝我 此话一出 秦男的脸色 瞬间冷了下来 他根本就没有想到 欧阳君竟然说出这番话来 加入军盟 是他的荣幸 是他的机遇 无理取闹 简直可笑 秦男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当下淡淡道 力宏师姐 在下还有要事 就不再多赔 告辞 说完这句话 秦男转身便走 连一句话废话 都不想再继续多说 他一直都是这样的人 别人尊敬他 他就会尊敬别人 哪怕这个欧阳君 背后有着滔天势力 他也不会退缩半步 站住 欧阳君看到这一幕 当下心中怒火直冒 眼神之中 汹涌起来了恐怖杀鸡 他堂堂欧阳公子 哪怕是几大殿 主见到他 都对他相敬如宾 他什么时候 被区区一个外门弟子 如此忽视 如果不是为了拉拢秦男背后的妙妙公主 区区秦男 他岂会放在眼里 秦男 我告诉你 今天你若是敢离开 那就是彻底得罪我欧阳君 你得罪了我 哪怕是你背后有着丹老 有着武宗敬强者 到时候我让你死 你就得死 让你活 你才能活 欧阳君脸色无比阴沉 像是一条盘踞而起的毒蛇 是麻 我等着 秦男头也不回 直接离开院落 自始至终 都不再多看欧阳君一眼 第172章 萧清雪的绅士 秦男离开43号院落之后 静止返回了自己的院落 盘膝而坐 准备继续修行 对于他来说 今天发生的事情 根本无法给他带来丝毫影响 在秦男看来 欧阳君的威胁 完全不如修炼重要 还未等秦男修炼开始 他的第三院落 迎来了第一位客人 来人赫然是公阳 秦男离开五元阁之后 与公阳有着大约半个月没见 在这半个月的时间内 公阳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 变得更为强大 更为棒薄 显然境界有所突破 秦男 你隐藏的可真够深的 你到底还有多少底牌 我真是越来越看不懂你了 公阳走进来 语气充满了埋怨 岁时埋怨 却没有丝毫指责异味 反而带着一丝欣慰 这是因为 在公阳的心里 完全将秦男当成自己的兄弟 看到自己的好兄弟 有着黄极食品的武魂 他自然高兴无比 秦男嘴角露出了丝笑容 认真道 杨哥 我这可不是故意瞒你 主要是这种事情 说与不说 都没有任何区别 我们两个依旧是兄弟 哈哈 这句话说得好 我喜欢 公阳大笑几声 随后他的笑容 迅速收敛下来 脸色变得严肃起来 秦男立刻察觉到这一点 问道 杨哥 出了什么事情 这次真的是一件大事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公阳看着秦男 缓缓道 就在刚才 你与欧阳君发生矛盾冲突了吧 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秦男唯唯一争 没想到公阳竟然是为欧阳君而来 杨哥 你知道我的脾气 人尽我一尺 我尽人一丈 欧阳君他是什么背景 我不在乎 秦男摇了摇头 神色淡然 毫无惧色 唉 公阳叹息了一声 苦笑道 我当然知道你的脾气 只不过事情与你想象的不一样 还有其他的事情 首先 欧阳君乃是当今玄灵宗宗主之子 秦男眼神一领 难怪欧阳君如此嚣张 原来是宗主之子 公阳看了秦男一眼 语气变得凝重起来 道欧阳君虽然是宗主之子 但是你如今被丹老看重 更是荣誉长老妙妙公主之徒 按理来说 光论背景 你完全可以不用拒他 但是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说到这里 公阳顿了顿 才道 欧阳君和肖清雪之间 有着婚约 什么 他们两人有婚约 秦男脸上露出了一抹恶然 如果说欧阳君是玄灵宗宗主之子 根本无法引起他的关注 但是欧阳君和肖清雪有着婚约 这足以让他失态 因为一直以来 肖清雪对他都有着莫大的恩惠 他早已将肖清雪看作自己的姐姐 自己的亲人 如今乍然听到欧阳君居然与他有着婚约 他自然无法保持镇定 公阳继续说道 我听宗门内某位长老说 肖清雪的父母 本来是玄灵宗的长老 后来不幸遇难 当时宗主念在肖清雪父母曾为玄灵宗立下功劳 便把肖清雪收为了一女 直到后来 等肖清雪和欧阳君长大之后 宗主亲自下令 立下了婚约 等欧阳君踏入五王境 就和肖清雪玩婚 说完这句话 公阳眼神杀气一闪 道 你应该还记得 你们在前往五元阁之前 莫晴突然对你出手的事情吗 欧阳君下的令 秦南脑海中思绪一闪 他心中的种种疑惑 立刻悄然解开 当初外院考核之后 整个玄灵宗上下 都知道秦南有着极大的背景 与太上长老丹老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莫晴区区一个内门第三长老 竟然当场对秦南出手 显然是背后有人撑腰 这个人 就是欧阳君 至于欧阳君为什么对他出手 答案显而易见 他进入玄灵宗以来 与肖清雪关系极好 好一个欧阳君 我和清雪两人之间 清清白白 清雪照顾我也只是因为欣赏我罢了 他居然如此小度积长 为莫晴撑腰 让莫晴来对付我 秦南眼中冷芒一闪 当初莫晴对他出手的时候 如果不是妙妙公主出手 他极有可能受到重创 公阳文言唯唯一愣 略带着一丝不可思议道 秦南 你怎么关心这个 李南道对肖清雪没有任何想法 想法 秦南没想到公阳问出这个问题 争了片刻 随后苦笑道 这下你多想了 我对清雪根本没有任何想法啊 只是当初清雪对我多次帮助 我非常感谢清雪 公阳立刻无语了 在他看来 秦南一直喜欢萧清雪 萧清雪对秦南也有着一点感情 原本他还非常担心 秦南会因为萧清雪的缘故 对欧阳君大打出手 闹得天翻地覆 现在看来 完全是他多虑了 现在你打算怎么办 公阳回过神来 开口问道 我没打算怎么办 看在清雪的面子上 上次他对我出手的事情 我对他既往不救 若是以后 他再敢对我出手 那我也不会手下留情 秦南深深吸了口气 道 如果说欧阳君和萧清雪没有婚约 秦南必然要找欧阳君算账 哪怕欧阳君乃是宗主之子 正式念及他和萧清雪的情谊 这一次 他就忍耐下来 这 公阳欲言又止 随后叹了口气 摆摆手 道 这件事情你知道就好 你怎么做我也不管了 反正你不用担心 无论是谁 只要欺负到我们头上来 哪怕是闹得天翻地覆 也绝不退缩 话说到这里 公阳眼中杀气滔天 犹如一尊征战沙场的嗜血大将 完全没有了温文尔雅的气质 这就是公阳 表面如君子 动怒是杀神 正是因为这一点 公阳和秦南之间 才能忽略修为差距 成为兄弟 另外 据我所知 欧阳君对付你 不仅仅只是因为萧清雪的缘故 如今在玄陵宗内 宗主和太上长老恐怕水火不容 所以他无法拉拢你的话 必然会狠狠地打压你 公阳沉吟一声 缓缓说道 原来如此 难怪欧阳君对我产生如此巨大的杀心 一言不合 直接翻脸 秦南立刻明白过来 好了 不都说了 你抓紧修行 迅速提高修为 早一点晋升五王境 公阳将戏事收敛下来 伸手用力拍了拍秦南肩膀 不再多留 大步一踏 身形腾空而起 直接离去 看着公阳离开的背影 秦南的双目之中 燃起了一丝火焰 这一丝火焰 是一抹战役 他如今和欧阳君之间 早就结下了仇恨 按照欧阳君的性格 必然会对秦南进行报复 欧阳君如今的实力 距离五王之境 只有一步之遥 现在看来 我必须地迅速提升实力了 秦南深深吸了口气 目光坚毅 当下盘膝而坐 从除雾带中 拿出了最后一枚力量果实 原本在秦南的打算中 当他修炼遇到瓶颈的时候 在服用这枚力量果实 现在出现了欧阳君 这样一尊强大敌人 必然要迅速提升修为了 秦南不再犹豫 当下拿着力量果实 将之吞入口中 力量果实入口 立刻化作了一股玄妙力量 像是一簇火焰 直接落在了秦南丹田内的 太古真气之上 整团太古真气 吸收到这股力量 轰然战动 急剧膨胀 气息瞬间攀升 这一刻 短短五个呼吸的时间 秦南体内的真气 达到了先天进二重 力量果实 果然玄妙 可惜只能服用一颗 秦南眼中光芒闪烁 他没有任何感慨 再度伸手从除雾袋之中 将入围之石拿了出来 将这块入围之石吸收 但愿我的舞蹈 能够提升到大成入围之境 秦南常常吐出了一口气 随后在他的背后 黄光闪耀 战神之魂 拔地而起 秦南将入围之石 放置面前 整个人眼神变得迷离起来 变得心神合一 如痴如狂 进入了五痴状态 平静无比的入围之石 瞬间战动 爆发出来了一阵玄妙的光芒 将秦南的整个身体 包入其中 第173章冷风到来 当公羊来到秦南院落的时候 43号院落之内 力宏看着脸色阴沉的欧阳君 面无表情道 你不该这样跟秦南说话 秦南毕竟有着黄极石平武魂 是太上长老和荣誉长老的徒弟 无论是天赋 还是背景 你们两人都没有任何差距 欧阳君整张脸色 变得更加阴沉 低声吼道 丽红 你更不该这样跟我说话 如果不是看在我哥的面子上 今天我必然杀你 说完这句话 欧阳君整个人杀气腾腾 仿佛随时都会出手 力宏脸色毫无变化 只是淡淡道 若不是看在你哥的面子上 哪怕你是宗主之子 我也不会帮你 你 欧阳君神色一目 直到过去了半晌之后 欧阳君这才压住了心中的怒气 冷冷道 我现在不想跟你废话 秦南他敢挑衅我 那么我必然要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你现在速速前往他的第三院落 出言挑衅他 激起他的怒火 与他大战一场 将他狠狠羞辱 力宏目光一宁 片刻之后 缓缓道 我不会出手 赤马 欧阳君出人意料地没有发怒 反而笑道 既然如此 那你就去找冷风 你跟他说 让他放心地对付秦南 其他的事情 完全不用担心 这件事情 你能办到吧 最后一句话 欧阳君语气骚然加重 某中泛起了一丝冷光 力宏迟疑了一下 随即点头道 好 话音刚落 他身形一闪 直接离开大院 干脆利落 等到他彻底离开之后 欧阳君表情再度阴沉下来 一双眼睛中 闪烁起来了层层凶光 入围之时 乃是天地造化孕育而成 在石头之内 蕴含着磅礴的入围之意 秦南在进入五痴状态之后 只感觉到有着无穷无尽的入围之意 将他包裹 让他可以尽情地感知入围之境的玄妙 入围 入围 五道入围 我早已刀意入围 一刀之下 刀意无处不在 这还远远不够 所谓入围 指的是自身五道 自身的全部力量 这不仅仅只是一个意境 还是一种招式 一种天地奥秘 秦南在这股磅礴的入围之意中 之前无法理解的玄妙 现在全部一一看透 整个人对入围之境的了解 变得更加深刻 更加通透 三天时间 一晃而过 当第四天太阳出生的时候 秦南面前的入围之时 突然泛起了一道军烈 随后爆炸 化作了一团粉尘 秦南紧闭的双眼 这才缓缓睁开 三天三夜 凭借着这块入围之时 终于领悟到了大成入围之境 秦南嘴角露出了一丝笑容 站起身来 大步一踏 竟然是施展出来了百悬八步 只不过与之前不同的是 当秦南踏出百悬八步的时候 他整个人仿佛进入了一股 极为奥妙的状态 每一步都爆发出来了一股意志 一股属于百悬八步的意志 当这种意志爆发出来的时候 秦南整个人的速度 堪称鬼魅 要比之前 强悍了至少醋背 这股意志 赫然就是入围 武济入围 一朝一世 都进入了入围之境 凭我现在的实力 恐怕挑战先天境三重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秦南目光闪烁 他现在有着黄吉时平武魂 大成入围之境 还有着七宗最这样的灵气辅助 自然可以跨越两个境界 击败对手 更何况 他还有着最强杀招 巨天一级 现在得罪了欧阳君 他必然会动用全力对付我 白横去一宝殿兑换丹药 不知道会不会因此受到阻碍 看来我应该亲自去一趟 秦南想到这里 不再修炼 准备出门 因为他现在实在是太穷了 绝不能容许力量果实出现丝毫问题 然而 就在此时 一道冷冰冰的喝声 犹如炸雷一般 突然在第三院落门口响起 秦南 在下冷风 速速出来 与我一见 这一道喝声 来得非常突兀 让秦南唯唯一愣 冷风来了 随后秦南回过神来 眉头唯唯皱起 对于冷风 他自然清楚 内院弟子排名前十的存在 出手狠辣 凡是他的敌人 都被冷风斩杀 当初在一宝殿的拍卖会上 冷风托南宫城拍卖七宗罪 最后七宗罪由我拿走 看来冷风惊天前来 就是为了七宗罪而来 秦南明白了其中的缘由 脸上毫无聚色 从除雾带中取出七宗罪 静止走出大门 只见到在第三院罗面前 站着一位黑衣青年 这位黑衣青年 背负着一把长刀 面色冷峻 像是万年不化的兵一样 杀气腾腾 让人不寒而栗 他 便是冷风 冷风见到秦南 目光扫了一眼秦南背后的七把骨刀 呼吸微微一致 眼神中也燃起了一丝杀意 当下冷冰冰开口道 秦南 我知道你的事迹 也知道你的身份 但是 你今天若是能将七宗罪赠给我 我便不杀你 饶你一条命 听到这句话 秦南差点就气笑了 他根本没有想到 冷风索要他的七宗罪 竟然还说的这番大意凛然 就好像冷风的这个决定 让他占了极大的便宜 是吗 李冷风乃是内院前十的存在 一身修为 达到了先天境七重 还有着黄吉时平五魂 似乎还掌握了小成入围之境 从战力上来说 你杀我轻轻松松 绰绰有余 秦南动用战神之童 将冷风的奥秘 全部一一洞穿 随即淡淡道 但是 那又如何 我这个人 最不怕的就是威胁 说完这句话 秦南掉头就走 根本懒得跟冷风浪费时间 站住 冷风见到秦南说出 他的一身修为 眉头微微一皱 随即突然运转全身真气 发出了一道大喝 他这一声大喝 就好像一道闷雷 在整个内院风上炸开 将不少正在闭关修炼的弟子 纷纷惊动 咦那不是冷风吗 他找秦南干什么 嘖嘖 冷风这个家伙 每次找别人 都是要杀别人 难道他这次想要杀秦南 我靠 他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他居然敢去杀秦南 不少的内院弟子 瞬间被吸引过来 连连讨论 秦南看到这一幕 停下脚步 眸光冷了三分 第174章约站 如果说冷风前来找他索要七宗罪 秦南还可以理解 但是冷风突然一声大喝 将四周的弟子全部吸引过来 这让秦南立刻闻到了一股阴谋的味道 按照常理来说 找人所要物品 犹如打劫 私底下解决最好 秦南顿住脚步 目光看向冷风 不缓不慢道 叫我站住干什么 你要明白 西宗罪我根本不会交给你 当然了 你若是不怕违反文规 也可以在这大庭广众之下 直接对我出手 对我进行打劫 闻讯而来的内院弟子 都是唯唯一争 满脸不可置信之色 冷风要打劫秦南 这个冷风脑子出问题了吧 居然敢打劫秦南 冷风面无表情 依然运转全身真气 喝声如雷 在整个内院风上炸开 秦南 我听说你面对别人的挑衅 从来都不退缩半步 既然如此 我在这里 向你发出挑战 生死垫上一决生死 如果你败了 你的七宗罪也就归我了 如果我败了 我身上所有的丹药物品 全部都归你 这一道大贺 将所有弟子 都吓了一跳 冷风约战秦南 最为关键的是 冷风居然约战秦南前往生死殿 这一瞬间 许许多多正在闭关的内院弟子 全部都被惊动 纷纷过来 导致整个第三院落门前 至少聚集了两百多个弟子 人满为患 秦南看到这一幕 眼神寒光更甚 当下道 冷风 你先天七重 尽于我约战生死殿 可笑 实在是可笑 这一场战斗的结果 早已注定 我必然会输 必然会死 我怎么可能答应 四周弟子闻言 齐齐点头 议论纷纷 是啊 这个冷风还真有意思 仗着自己的修为 约战生死殿 冷风难道以为秦南是个傻子 只有傻子才会答应 嘖嘖 今天真是奇怪 这个冷风为了一件灵气 不许与秦南约战生死殿 难道这个冷风 就不怕惹来太上长老和荣誉长老的怒火吗 有意思 实在是有意思 我今天倒想看看 这件事情 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这些弟子们 态度不一 都抱着看热闹的心态 与此同时 不仅仅只有那怨风的弟子被惊动了 就连外门长老们 也被这一幕惊动了 这些长老 站在遥远的角落之处 凝视着第三怨落 眉头狠狠皱了起来 这是什么情况 冷风他到底想要干什么 这件事情还真是奇怪 难道这个背后 还有其他人支撑吗 怪 实在是怪异 我们现在不要出去 先进观其变 以免惹祸上身 这些长老们 都打定主意 不敢强行出面 干扰纠纷 就在整个内怨风都为之轰动的时候 一道强大的气势 来到了第三怨落 一道炸雷般的喝声 再度响彻起来 哈哈哈哈 我早就听说过情男师弟 天不怕 地不怕 唯我独尊的风格 在五元阁上 更是碾压乱燕门门主之子 新女宗和飞剑门的天骄 号称外门第一人 既然如此 情男师弟 你为什么连冷风的挑战 都不敢接下 我若是你 早就大打出手 碾压冷风 让冷风后悔终生 这一段话 字字朱击 字字如雷 内怨风的弟子 还有暗中的长老们 都精神一阵 朝着这道喝声之人看去 这一看之下 众人无不变色 因为这个人 赫然是欧阳君 欧阳君是什么人 整个内怨风的弟子 长老都非常清楚 当今外门弟子第一人 当今玄灵宗宗主之子 只不过欧阳君 为什么也会被惊动 还有欧阳君说的这番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 难道是说 这些内怨弟子 长老们并不愚蠢 瞬间想到了事情的 关键之处 其其倒吸了一口冷气 整件事情 毫无疑问 冷风是在欧阳君的支持之下 前来挑衅秦南 唯有欧阳君的支持 冷风才敢无视秦南的背景 叫板秦南 这也就是说 欧阳君要出手 对付秦南 打压秦南 这一刻 所有弟子 长老的目光 都朝着秦南看了过去 他们非常想要知道 秦南在这个时候 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没有让众人失望 秦南开口了 言辞犀利 没有丝毫留情 欧阳君 我和冷风的事情 与你有什么关系 再说了 你是欧阳君 我是秦南 你不可能变成我 你也没有任何资格变成我 你说是不是 欧阳君面色大变 根本没有料到 秦南居然敢当众反驳他 讥讽他 好 好 好 欧阳君强压住怒火 连说三个好字 脸色铁青 道 秦南 你太让我失望了 原本我还以为 你是一个非常高傲的人 面对挑战 从来不惧 现在看来 以前都是我太高看你了 告辞 说完这句话 欧阳君大秀一甩 静止离去 仿佛大失所望 冷风也淡淡地扫了秦南一眼 道 既然你不敢接受我的挑战 那么我也没话说 我更不可能在宗门内直接对你进行动武 冷风的动作 与欧阳君如出一彻 直接掉头 准备离开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秦南却突然开口了 喝声夹杂争气 无比巨大 等等 冷风和欧阳君脚步齐齐一顿 众人只见到 秦南一步一步走上前来 目光看向冷风 语出惊人 你既然向我约战生死殿 我秦南哪里有退缩的道理 我可以答应你 在生死殿上 决一死战 谁输了 谁的物品 全部归于对方 此言一出 全场众人 无不动容 秦南这是不是疯了 要知道秦南才区区 先天进四重的修为 冷风却有着先天进九重的修为 两人之间 相差了足足五个境界 实力悬殊如此巨大的战斗 秦南居然敢答应下来 欧阳君和冷风 微微微争了争 随即眼神一喜 他们两人原本只是故意刺激一下秦南 结果没有想到 秦南竟然如此轻而易举上当了 就在此时 秦南再度开口了 只不过 在答应这场比武之前 我有一个条件 条件 你有什么条件 冷风愣了愣 下意识地问道 条件非常简单 秦南眼神骚然闪烁起来了一丝战意 整个人犹如神剑出鞘 大声喝道 比武时间 定在两个月之后 若你能够答应 那么我就与你生死定决一胜负 如果你不能答应 那么这场战斗 就此取消 第175章风波汹涌 两个月之后 冷风和欧阳君其其愣住了 一时之间 没有任何反应 他们两人根本没有想到 秦南会提出这个要求 难道秦南想要在这两个月之后 迅速提升修为 然后击败冷风吗 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要知道冷风有着先天进七重的修为 比秦南高出了足足六个境界 哪怕秦南如今乃是太古武修 进步神速 也根本无法在这两个月之内 将修为提升到先天进七重 哪怕秦南有着机缘 在两个月内连续突破六个境界 但是冷风在这个两个月内 修为就不会有所提升麻 换而言之 无论是在两个月后 还是在半年之后 结果都是一样 根本无法改变 秦南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目光瞥向冷风 冷笑道 怎么 不敢答应 如果你不敢答应 那就少在这里废话 少在这里嚣张 给我速速滚回去 你 冷风瞬间回过神来 勃然大怒 怒极返笑 好 不愧是秦南 天不怕 地不怕 无所畏惧 既然如此的话 两个月之后 生死便相见 说完这句话 冷风掉头就走 根本不再逗留 在他看来 秦南此人嚣张至极 牙尖嘴利 毫无头脑 他懒得再继续和秦南废话 反正如今目的已经达到了 只需要静静等待两个月的时间 他就可以亲自出手 将秦南这个狂妄小人彻底抹杀 有魄力 非常有魄力 我欧阳君扶你 欧阳君回过神来 完全不因为秦南的态度生气 反而哈哈大笑 对着秦南竖起了大拇指 秦南看都没看欧阳君一眼 直接离开 回到了第三院落 看着秦南将他忽视 欧阳君脸色瞬间阴沉下来 随即想到秦南 只有两个月的生命时间 他的脸色这才好看了不少 冷笑几声之后 这才转身离开 唯有聚集在第三院落的 几百个弟子 还有远处的外门长老们 面面相去 根本不敢吭声 在过去一炷香的时间之后 冷风挑衅秦南 秦南和冷风两个月之后 约战生死殿的消息 瞬间传到了玄陵宗上 上下下所有人的耳中 整个宗门内掀起了一片哗然 靠 我他妈没有听错吧 秦南主动约战冷风 是啊 我听说欧阳君给冷风撑腰 冷风这才主动挑衅秦南 秦南根本不受任何挑衅 当场就和冷风约战 两个月之后生死殿上分出生死 火日 秦南他妈的脑子有问题吧 嘖嘖我更好奇的是 欧阳君为什么要对付秦南 无数的议论 在整个玄陵宗内展开 要知道在五魂等级相同的情况之下 秦南以着先天进一众的实力 主动约战先天进七重的冷风 这种行为和送死有着什么区别 秦南到底有着什么底牌 让他有着足够的底气 叫板冷风 主动约战冷风 最让人值得注意的是 欧阳君立廷冷风 让冷风对付秦南 欧阳君的身份背景 玄陵宗不少长老都非常清楚 如今欧阳君做出这样的举动 到底是什么意思 难道欧阳君的父亲 要与秦南背后的两大长老出手了吗 尽管无数的长老 心中有着诸多疑惑 但是根本不敢去打听询问 因为这一次秦南约战冷风 虽然只是弟子之间的一次战斗 但是已经涉及到了玄陵宗宗主 太上长老 还有刚刚加入进来的荣誉长老 足足三位五宗境的强者 若是稍微不慎 就会被卷入这次的漩涡之中 粉身碎骨 此时此刻 三号院落 院落中多了一个人 这个人 赫然是公阳 公阳看到秦南 当下就忍不住气道 我上次跟你说了欧阳君的事情 这一次你又怎么得罪他了 最为关键的是 你居然还约战冷风 难道你小子不想活命了 这一次 公阳是真的生气了 原本他非常欣赏秦 拿摩所畏惧的性格 但是在实力悬殊如此之大的时候 秦南居然还敢主动叫板冷风 与冷风约战两个月之后 这种行为 简直是愚蠢至极 愚蠢至极 秦南笑了笑 道 杨哥 你别生气 欧阳君欺负到了我头上 我总不能退缩了 再说了 约战冷风而已 没有你想象中一点胜算都没有 你能有什么胜算 公阳脸色更加难看 道 秦南 我告诉你 做事不要这么冲动 他是黄极十瓶武魂 你也是黄极十瓶武魂 武魂相当 根本占不到任何便宜 更何况 他还有着先天进七重的实力 哪怕你是太古午休 这两个月时间 你总不可能连续晋升六个境界吧 还有 你在晋升的时候 冷风的修为也在飙升 这么简单的道理 难道你还不明白 秦南静静地听着公阳一口气骂完 并没有感觉到难看 反而心中生出了一丝暖意 他自从遇到公阳 一直以来 都是公阳前来帮助他 关心他 看到公阳话说完了 秦南这才正色道 杨哥 能不能听我一言 好 你说 公阳于怒未消 语气生硬 在大家看来 我主动约战冷风 跟送死没有任何区别 但是在我看来 正是因为不可能 我才会主动去约战 只有约战冷风 我才会感受到生死带来的压力 有了这种压力 我才能进步 付出促十倍的努力 如果说我不主动约战冷风 未来的一年内 两年中 我都一人默默苦修 平静如水 这样的生活 与凡人有何区别 秦南语气平静 娓娓道来 公阳脸色没有任何变化 冷笑一声 道 武道世界 本是如此 慢慢修行 不仅仅仅仅仅仅是机缘 毅力 还要修炼寂寞 你如果连寂寞都无法修行 那你本来就是凡人 你说的没错 秦南点点头 确实低声喝道 但是每个人之间 所走之道皆不同 既然冷风赶来挑衅我 我何以拒之 我偏要与他一战 更何况 武道世界 本就残忍 两个月之后 若我战败 那他将会踩着我的头颅 光芒万丈 功成名就 两个月之后 若是我胜了 那我将会踩着他的头颅 向外门第一发出冲锋 一步一步 成就我的强者之路 武道世界 每一个强者的诞生 背后都有着无数的尸骨 公扬双目瞪圆 他觉得秦南这句话有问题 但是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根本无法反驳 过了两久之后 公扬深深地叹息一声 尽管他不认可秦南的这段话 但是他能够从这段话之中 感受到一股属于秦南的骄傲 这种骄傲 不容亵渎 既然你决定了 那我不再多说了 我只有一个要求 两个月之后 你别输了 公扬轻声说道 站起身来 准备离去 等等 秦南突然叫住了公扬 公扬顿住脚步 满脸疑惑地回过头来 扬哥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 秦南吹了口气 淡淡道 我之所以主动开口约战 那是因为 区区冷风 还没有资格 能够败我 这句话 才是真的傲 一股源于灵魂的骄傲 第176章公主的主意 等到公扬离开之后 秦南没有任何修行 释放战神之魂 迅速修行 他现在已经答应于冷风生死殿决战 只剩下两个月时间 所以他必须要在这两个月以内 疯狂修行 提升修为 获得胜利 只不过他还未修行多时 白衡终于回来了 白衡刚刚踏进院落 便拿出来了50个玉瓶 道 秦南少爷 那五枚力量果实 总共换来了四千颗五王丹 四千颗五王丹 不错 秦南眼中闪过一丝喜色 立刻将这些丹药 全部收入囊中 白衡犹豫了一下 才小声问道 对了 秦南少爷 你和冷风决战的事情 你放心吧 没有任何问题 秦南摆白手 笑道 现在我时间紧迫 就不跟你多说了 好的 白衡立刻退下 临走之际 脸上根本没有任何担忧之色 对于白衡来说 秦南在他的心目中 早已如同一尊神明 两个月之后与冷风的决战 秦南必然会胜利 所以他根本没有丝毫担心 等白衡离开之后 秦南当下盘膝而坐 取出那五十品五王丹 第一次战神之魂晋级的时候 服用了一百颗翠体丹 从黄极七品提升到黄极八品的时候 服用了五百颗翠体丹 黄极八品提升黄极九品之时 服用了几百颗先天丹 提升到黄极十品时 服用了数千颗先天丹 虽然晋级玄极五魂 乃是一个值得跨越 但是这三千颗五王丹 应该足以 唯一令人的担忧的是 上次觉醒战神之童 就耗费了一万颗五王丹 希望这次晋级 不需要那么多的丹药 秦南深深吸了口气 立刻伸手 将一瓶瓶五王丹倒入口中 战神之魂唯唯一颤 爆发玄妙犀利 将这五王丹的药力 全部吸收 秦南在此时此刻 仿佛化作了傀儡 不断吞噬丹药 一千颗 两千颗 三千颗 直到吞噬到三千八百颗的时候 秦南的动作终于停了下来 额头上浮现出来了一丝冷汗 脸上也难得浮现出来了一丝慌张 因为这三千八百颗五王丹服用下去 战神之魂根本没有任何反应 最后两百颗五王丹 一定要突破啊 秦南咬咬牙 心里无比紧张 这种紧张之感 哪怕是约战冷风 面对欧阳军的时候 秦南也从未有过 主要是因为 他实在是太穷了 等这最后两百颗五王丹服用下去之后 战神之魂若是没有晋级 他又必须想方设法 弄取丹药 秦南闭上眼睛 将最后两个拿起 两百颗五王丹 一口气倒入口中 片刻之后 战神之魂 没有丝毫动静 犹如石沉大海 没有突破 秦南眼中露出了一丝失望之色 随即苦笑起来 如今他已经一穷二白 看来必须要想一个办法 获取五王丹 只要拥有足够的五王丹 让战神之魂晋级成为玄疾武魂 那么才有可能 在两个月内修为飙升 到时候才能击败冷风 就在此时 一道稚嫩清脆的声音响彻起来 哎呀 不愧是本公主的仆人 果然是有勇气 区区先天境四众 居然敢约战先天境九重的存在 不错不错 勇气可嘉 看来本公主两个月之后 需要更换一个仆人了哦 言语之中 充满了幸灾乐祸 来人赫然是神出鬼没的妙妙公主 见到妙妙公主 秦南直接忽略她的机缝 双目放光 仿佛见到了希望 粗声道 公主 能否借点丹药 要知道妙妙公主打劫过殿主长老 获得了八十颗天津花 还在秋山上与五宗级的妖兽大战夺取至宝 五元格大笔的时候 更适合商道盟对赌 赚取了一笔极为庞大的丹药数目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富豪 若是妙妙公主能够借她一笔丹药 秦南极有信心让战神之魂 晋升到玄疾武魂的层次 妙妙公主文言小脸一垮 铁嘴道本公主现在很穷 非常的穷 你作为仆人 你不老老实实跟本公主上脚丹药 本公主没找你的麻烦 就已经很不错了 秦南的脸色一沉 他没有想到 妙妙公主竟然如此小气 在这种关键时候 居然都还一毛不拔 至于非常穷 开什么玩笑 既然你没有丹药 那就算了 秦南闭上眼睛 冷淡道 我现在要开始修行了 公主大人随意吧 妙妙公主见她生气 完全不以为然 笑咪咪道 本公主虽然很穷 特别特别的穷 但是本公主这里有着一个绝妙的方法 若是动用这个方法 给你弄来八万啊 十万颗五王丹 简直是轻轻松松 不费吹灰之力 秦南抬了抬眼皮 呵呵一笑 道多谢公主 在下不需要你这个办法 一直以来 秦南不太喜欢求人 既然妙妙公主不愿意还给他丹药 那么他也不想再和妙妙公主废话 你真不愿意听吗 本公主告诉你啊 我这个办法一旦使用 效果非常明显 弄来丹药根本没有任何问题 再说了 你作为我的仆人 即将与别人决一死战 作为主人 自然要让你胜利 还有就是 听一听我的办法 对你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伤害啊 妙妙公主苦口婆心 劝说道 秦南见他这番姿态 略为犹豫了一下 道既然如此 那你说吧 洗干净耳朵听好了啊 本公主这个办法呢 非常简单 只需要你打出一个借条 然后将这个借条 送到每一个外门长老 那门长老还有个大殿主的手上 为什么这样做呢 你要知道啊 你如今乃是本公主的仆人 还是那的老家伙名义上的徒弟 别人忌惮你这样的背景 哪怕心中非常不爽 也会将丹药借给你 你说对不对 妙妙公主一口气说完 双目惊亮 你这是办法 秦南整个人直接傻了 妙妙公主的这个办法 说好听点是借取 但是说难听一点 那就是打劫 因为秦南本来就非常穷 现在面对权宗上下 借取丹药 到时候他拿什么去还 妙妙公主瞅了他一眼 道这个办法很不错啊 这只是借而已 又不是抢劫 到时候你可以还给他们啊 当初我就用这个办法 找你们的刑罚店店主 还有那位长老 借来了不少丹药 说这句话的时候 妙妙公主义正言词 秦南听得嘴角抽搐 他今天又刷新了对妙妙公主的认知 在我的印象中 你从来不会主动帮助别人 你老实告诉我 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秦南还未决定下来 一脸狐疑地看着妙妙公主 什么时候 妙妙公主这么热心了 你有什么意思 妙妙公主怒目而是 本公主一直对人都非常好 否则的话 难道你忘记了 前几次到底是谁救的你 听到这句话 秦南沉默了下来 不得不承认 有好几次关键时候 他都是靠着妙妙公主的帮助 才度过了危机 我自己考虑考虑 秦南深吸了口气 闭上眼睛 仔细思索起来 见到他这副模样 妙妙公主小脸上的怒意 瞬间消散 眼中闪过了一丝脚狭 第177章轰动宗门的戒条 刑罚殿 一间小院内 骄冷和处运对立而坐 在两人的身后 武魂悬挂 吞吐着灵气 不断修行 自从上次秦南通过 五元阁全层之后 他们两人 深深感受到了压力 所以立刻闭关 提升修为 只不过就在这时 一道娇小玲珑的身影 忽然出现 谁 骄冷和处运两人脸色大惊 睁开眼来 朝着这个身影看了过去 这一看之下 当下就愣住了 这个身影 赫然是妙妙公主 只见妙妙公主巧笑奄然 拿出一张羊皮 道 这是秦南给你们的姓 姓 骄冷和处运满脸疑惑 他们两人自然认识妙妙公主 只是让他们两人疑惑的是 秦南到底有着什么重要的事情 竟然劳烦他 带着疑惑 两人伸手 将这封信打开 当看到信的内容之时 两人表情齐齐一呆 这是什么 借单 片刻之后 刑罚店内的意识大点中 刑罚店店主端做守卫 下方则是刑罚店的各大长老 不断站起身来 汇报刑罚店这一个月内的大小事迹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娇小人影 突然出现在大点中央 全场所有长老瞬间蒙了 到底是何方人物 居然敢闯他们的意识大点 刑罚店店主下意识地勃然大怒 但是当他看到这个娇小人影的时候 脸色瞬间僵住 挤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公 公主 您 您怎么来了 对于刑罚店店主来说 妙妙公主简直就是他的噩梦 根本不想再见到他 其他长老听到店主的身影 立刻惊醒过来 在玄陵宗能被称之为公主的人 只有那位传说中在玄陵宗内 为所欲为的荣誉长老了 这让他们齐齐打了一个寒战 这一位无事不登三宝殿 他的到来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哎呀 大家都在呢 那就正好哥 妙妙公主笑咪咪道 本公主代替仆人秦南 给大家带来了一封信 此话一出 众人疑惑了 代替秦南带来了一份信 秦南写了什么信 竟然能够催使妙妙公主送来 妙妙公主束手一扬 无数的信件 犹如漫天蝴蝶落在了众人的手中 众人下意识打开了手中的信件 脸色瞬间僵住 嘴角忍不住狠狠抽搐起来 借条 借单 秦南写信而来 竟然是找他们借单 在过去一炷香的时间之后 妙妙公主的身影 降临在了功法殿 又一炷香的时间之后 她来到了一宝殿 紧接着又前往了功劳殿 生死殿 全灵宗六大殿 在这短短不足一个时辰的时间 妙妙公主降临了五个殿堂 在这五个殿堂 她只做了一件事 代替她的仆人秦南送信 而且每一封信的内容 都是如出一彻 借单 这一瞬间 五大殿堂的人全部都傻眼了 他们无论是弟子或者是长老 他们修行这么多年以来 头一次见到一个人 居然让堂堂五宗敬强者送信 只是为了借单 并且 向他们所有人借单 此时此刻 外院封 外院练武场 一名名弟子 都在盘膝而坐 释放武魂 扎根天地 吞吐灵气 进行每一天的修行 在这些弟子之中 有曾经秦南不少的熟人 萧云和 罗建豪 王楚等等 只不过这些人 没有和秦南一样 名栋玄陵宗 依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外门弟子 然而 就在此时 妙妙公主身行从天边飞来 开口喝道 全场弟子 速速醒来 本公主乃是玄陵宗荣誉长老 此次前来 代表秦南 有着重要的事情宣布 这一句话 让全场外院弟子 纷纷惊醒 尤其是萧云和 罗建豪 王楚 还有一些曾经参加过 万象大比的弟子们 脸色都齐齐愣住 其他的外院弟子 听到秦南的大名 恐怕只会感到震惊和敬畏 但是他们这些弟子 在亲眼见识过秦南 一步步缔造传奇之后 对于秦南 佩服的五体投地 正是因此 他们才会愣住 根本不清楚 如今距离他们 无比遥远的秦南 找他们有什么事情 只听妙妙公主大声道 这里有秦南 写给你们的一封信 由本公主代发 现在你们一个个都看好了 他说完大手一挥 无数的羊皮信 从天而降 纷纷扬扬 犹如一场羊皮信大雨 全场外院弟子脸色动容 从这一幕来看 恐怕是发生了什么大事 秦南才会亲自写信 给他们每一个人 然而 当他们迫不及待打开信的时候 所有人全部都傻眼了 这是什么玩意 秦南写信 委托荣誉长老 竟然是为了找他们每个人借单 内院风 自从秦南到来之后 整个内院风的气氛 陡然一变 所有人都在紧张的修行中 第627院落中 大虎盘膝而坐 呼吸吐吶 真气滚滚 自从五元格回来之后 他见识到了秦南一步步的崛起 碾压众多天才 若有所改 修为竟然突破到了先天境 成为了内院弟子 现在 大虎正在紧张修行 他不求追上秦南 他只希望取得的成就 不让自己失望 然而 就在此时 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 你好 友依封你的信 下一刻 第583院落中 莫子山 徐忧 黄龙三人正站在院落中 先天境的气势 不断从他们身上爆发 互相对峙 战役迸发 大战一触即发 自从五元格回来之后 他们三人 成为了莫逆之交 今天正好是一起前来切磋 就在大战开始的刹那 一道笑隐隐的声音响起 你好 秦南给你们写了信 请来查收 突然一变 让莫子山 徐忧 黄龙三人吓了一大跳 体内真气差点逆转 走火入魔 这一日 整个玄龙宗 注定不平静 一名自称荣誉长老的小女孩 带着一封情难写的信 从外院封直到内院封 再到外门长老 再到内门弟子之中 将这封信交给了每一个人 无论是玄龙宗毫不起眼的弟子 还是玄龙宗威名赫赫的天才 或者是位高权重的长老 他们都收到了一封信 秦南写给他们的信 信上只有一个内容 借单 忠于 堂堂落合王国四大宗门之一 被一封信 引得整个宗门 都为之轰动 第178章开始晋升 玄龙宗 外门弟子 靠 我有史以来第一次碰到这么奇葩的事情 那你借不借丹药 妈的 秦南找整个宗门借丹药 恐怕根本没想过要害 看 反正我是打算借了 借一两千先天丹就行了 否则的话 万一被秦南记恨怎么办 算了 我也给他吧 不求他孩 只要不找我麻烦就行 全灵宗 内门弟子 这他妈算什么事啊 哈哈 这个秦南 真有意思 居然敢找整个宗门所有人借丹药 很合我的胃口 既然如此 那就借他一千颗先天丹又如何 我与他毫无交情 但是看在他的背景上 还是借一两百颗意思一下吧 这秦南真是天纵奇才 这一下不知道可以获得多少丹药 反正借了也不用孩 也没人找他孩 公养看着四周议论纷纷的弟子 在看看手中的羊皮信 露出了一个哭笑不得的表情 与此同时 玄陵宗各大长老 展开了一番议论 老二 你借不借 借葛屁 君少爷要对付他 我才不给他丹药 这个小伙子不错 我借给他一点五王丹 恩 还是借一点 意思意思一下 诸位长老之中 身为那门第三长老的墨情 看着手上的羊皮信 脸色铁青 他根本没有想到 秦南居然如此厚颜无耻 找他来借丹 此时此刻 作为借丹事件的主角 秦南正坐在第三院落 目光死死地看向妙妙公主 妙妙公主笑咪咪道 没想到呀 本公主的仆人 面子还挺大的 居然还借来了不少丹药 有多少 秦南呼吸一致 虽然他很不情愿 按照妙妙公主的方法去做 但是碍于残酷的现实 他眼下只有找别人借取丹药 才能让战神之魂 突破到玄疾武魂 当然了 秦南早已在心中暗暗发誓 他必然要将这些丹药 一一奉还 因为他这个人 不喜欢欠人情仪 总共五十万颗五王丹 妙妙公主与不惊人死不休道 什么 五十万颗五王丹 秦南满脸震惊 双目瞪大 怎么会有这么多 按理来说 根本不可能借来这么多啊 妙妙公主得意地看了一眼秦南 道 本公主从丹老那里借来了十万颗 从各大殿主那里 每人借来了两万颗 就是二十万颗了 还有那些内门长老啊 外门长老啊 在本公主的魅力之下 总共借来了十万颗 其中上次带你们去五元阁的那位张太义长老一个人就拿出来了三万颗 还有那个叫做公羊的内门弟子 秦南的脸色勃然大变 原本他和妙妙公主商定的计划 是让妙妙公主前往外门弟子 内门弟子还有外门长老 分别借取一点 能够借来两万颗五王丹 就已经能够称之为成功了 但是妙妙公主根本没有按照他的意思来 而是找丹老各大殿主 内门长老等等 都一一借取 你 秦南吸得差点吐血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按照妙妙公主这种做法 丹老还有各大殿主各大长老 到时候会怎么看他 你什么你 妙妙公主邪逆他一眼 冷声道 本公主怎么会有你这么愚蠢的仆人 本公主为你劳累奔波 不知道耗费了多少宝贵时间 才给你弄来这些丹药 你现在居然想指责本公主 你难道就不知道 丹药若是够用的话 把剩下的丹药全部还回去 这秦南愣了愣 妙妙公主说的没错啊 如果他只用了五万颗武王丹 晋升战神之魂 那么剩下来的丹药 全部都可以奉还回去 对不起 我刚才误会你了 秦南脸色缓和下来 诚恳道 这次戒丹之举 妙妙公主确实帮了他太多 哼 这还差不多 妙妙公主扬了扬下巴 飞溜溜的眼睛一转 道 秦南 本公主为你奔波劳累 还给你出谋划策 本公主有点小小的要求 你能够做到吧 秦南脸色煞食一变 道 不行 这五十万颗丹药 全部都是借过来的 到时候还要奉还回去 不能分给你 见他这副模样 妙妙公主没好气道 不是要你丹药 本公主怎么可能会要你的丹药 秦南根本不信 眼中露出了警惕之色 道 那你有什么要求 要求吗 很简单 妙妙公主眼睛上下打亮了秦南一番 笑咪咪道 本公主如果猜得没错 你借来这么多丹药 恐怕是因为你的武魂吧 你能够答应冷风的约战 也是因为你的武魂吧 所以呢 要求很简单 本公主要看看你拿这些丹药 到底要对你的武魂干什么 这便是妙妙公主的目的 在她还没有恢复人形的时候 就感受到了秦南体内战神之魂的恐怖之处 在她恢复人形之后 准备与战神之魂争锋一番 却发现秦南体内的武魂 比她想象中更为恐怖 正是因此 妙妙公主特别好奇 秦南拿如此之多的丹药 到底要对她的武魂做什么 秦南听到这句话 脸色瞬间阴沉下来 语气寒冷 道 这件事情根本不可能 哪怕这五十万颗丹药 我分文不拿 这件事情我也绝对不可能答应你 如果是其他的要求 秦南还可以考虑 但是妙妙公主这个要求 她绝不能答应 要知道战神之魂 乃是她最大的秘密 尤其是战神之魂吞吃丹药 能够提升武魂等级 这个秘密更为巨大 她和妙妙公主的关系 只是合作关系 哪怕是默逆之交 战神之魂的逆天秘密 都不能告知 以妙妙公主见到她这番强硬态度 顿时心中一目 道不给就不给 小气鬼 就在她想要好好收拾秦南时 见到她的表情 当下扔下储物袋 气呼呼的头也不回离开了 秦南看到这一幕 唯唯一争 她原本以为 在自己拒绝之后 妙妙公主会带走丹药 大发雷霆 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生 谢谢 秦南看着空荡的院落 逼喝一声 半嗓之后 这才走上前去 将那储物袋 拿入手中 五十万颗五王丹 希望你别让我失望啊 秦南运转战神之童 看了一眼四周 发现无人窥探之后 深深吸了口气 将储物袋中的丹药 全部一一拿出 顿时之间 光芒闪耀 灵气汹涌 第179章一封信 五十万颗五王丹 在秦南的面前 直接摆成了一座小山 灵光闪耀 透明动人 秦南将战神之魂释放出来 整个人爆发出来了最快的速度 一把抓起数百颗五王丹 疯狂朝着自己的口中散入 连手都化作了残影 一千颗五王丹 三千颗五王丹 八千颗五王丹 在短短不到一炷香的时间内 秦南吞服了足足两万颗五王丹 只不过让秦南心中一痛的是 战神之魂根本没有任何动静 毫无反应 继续继续 秦南整个人就像是进入了五吃状态一般 壮弱癫狂 永远都重复着一个动作 将嘴巴张开到嘴巴 爆发出来了最快的手速 抓起一把把丹药 不断散入口中 像是恶虎扑石 三万颗五王丹 五万颗五王丹 七万颗五王丹 当秦南嘴角麻木 右手疲惫的时候 他已经吞服了足足十万颗五王丹 他每一次只能吞服一百多颗五王丹 并且还极为艰难 这十万颗五王丹 他已经吞服了接近一百下 十万颗五王丹 足足十万颗五王丹 战神之魂居然还没有晋级 秦南第一次停下了动作 脸上露出了一抹失望和肉疼之色 这可是足足十万颗五王丹 换算成先天丹 那将是足足一千万颗先天丹 如此庞大的丹药数目 竟然都还无法让战神之魂晋级 我今天倒要看看 晋级玄疾五魂 到底需要多少丹药 秦南咬着牙 面色猙獰 就好像是一尊发狂的妖兽 他再度行动起来 手如电光 嘴如血盆 将无数的五王丹 疯狂吞下 十三万颗五王丹 十六万颗五王丹 二十万颗五王丹 战神之魂依然毫无动静 秦南毫不停歇 继续吞吃丹药 二十五万颗五王丹 二十九万颗五王丹 三十六万颗五王丹 四十万颗五王丹 当秦南吞噬到足足四十五万颗五王丹的时候 他背后的战神之魂 突然嗡嗡一颤 那时到黄光变得骤然璀璨起来 隐隐约约之间 仿佛要突破极限 化为一尊无比强大的存在 秦南心中一阵 从这个状态来判断 战神之魂 重要晋级成为玄疾五魂 然而 战神之魂嗡嗡 震战了数百个呼吸的时间 随后恢复了平静 完全没有任何异样发生 还没有晋级 秦南唯唯一呆 他的心脏仿佛遭受了重重一击 有着一种沉闷压抑之感 他可是吞服了足足四十五万颗五王丹 相当于四千五百万颗先天丹 如此庞大的丹药 居然还不晋级 要知道在当初的时候 秦南让战神之魂从黄疾五品五魂 晋级黄疾六品五魂 只花了区区一百颗脆体丹 他如今花费的代价 已经是曾经的四千五百万倍 最后五万颗五王丹 这一次 一定要 一定要成功 秦南过了半嗓 这才缓过神来 常常吐出了口气 目光变得坚定下来 再度抓起丹药 不断吞入口中 四十六万颗 四十七万颗 四十九万颗 四十九万九千九百颗 秦南额头上浮现出来了一层细腻的冷汗 他抓着最后一百颗五王丹的手 已经在微微战斗起来 最后狠狠一咬牙 一抬手将这最后一百颗五王丹 吞入腹中 这一刹那 战神之魂骚然阵战 黄光闪耀 威压起伏 终于要晋级了 秦南心中的压力 彻底一松 脸上浮现出来了抹浓浓的喜色 然而 战神之魂这种异样状态 持续了足足五百多个呼吸的时间之后 逐渐平静下来 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这 这怎么回事 秦南彻底蒙了 五十万颗五王丹 相当于五千万颗先天丹 竟然都没有让战神之魂晋升 难道这个战神之魂 无法晋级成为玄疾五魂麻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秦南喃喃自语半晌 眼中呆滞的目光 才逐渐回过神来 道不可能 战神之魂 无比强大 绝不可能无法晋升成为玄疾五魂 那唯一的解释 战神之魂想要晋级玄疾五魂 五十万五王丹 根本不够 在秦南的心里 他绝对相信 战神之魂能够晋级玄疾五魂 不仅如此 还能晋升成为传说中的天际五魂 甚至是超越天际五魂 唯一让他郁闷的是 五十万颗五王丹都无法晋升 那么到底需要多少丹药 才能晋级玄疾五魂 战神之魂固然强大 但是这种晋级所需要的丹药 实在是太庞大了 秦南脸上露出了一抹苦笑 他这次找玄灵宗全宗上下所有人解丹 才借来五十万颗五王丹 那么他现在要在哪里 再去弄来五十万颗五王丹呢 虽然战神之魂晋级玄疾五魂 恐怕不再需要五十万颗五王丹 但是他现在一穷二白 哪怕是一颗五王丹 都无法拿出来 不行 必须要把战神之魂晋升成为玄疾五魂 这一次一定要成功 我一定要想一个赚钱的方法 秦南定了定神 皱着眉头 苦苦思索起来 思索了半晌 他根本想不到任何办法 毕竟他不擅长伤道 最简单的方法当然是再去找别人解 譬如丹老和公养他们 或者是学习当初的恶霸五虎 直接对玄灵宗弟子进行打劫 必然可以弄来五王丹 只不过 这两个办法 秦南根本不再愿意去做 算了 别再胡思乱想了 如果真没办法 只能去丹老去借了 等到时候再找机会还给丹老 秦南摇了摇头 正准备站起身来 他突然灵光一闪 南南道 上一次欧阳君他们用激将法来对付我 这一次我也不妨以其人之道 还置其人之身 秦南嘴角露出了抹淡笑 他这个人向来记仇 现在想到了办法 自然不能放过欧阳君等人 内怨风 必依怨落 欧阳君坐在殿堂守卫上 在他的下方 赫然是冷风 最近这个秦南 让荣誉长老代替他 向整个宗门借丹 他到底是想要干什么 冷风眉头紧皱 道难道他要修炼某种恐怖秘术 需要非常庞大的丹药来支撑麻 虽然许许多多的弟子都认为冷风无比狠辣 但是实际上冷风为人谨慎 非常小心 这一次他们只用了一个简单的激将法 就让秦南上钩 两个月之后约战生死殿 这让冷风非常疑惑 秦南肯定不会那么愚蠢 明知道必死无疑 还敢主动约战 这秦南必然是有着底牌 才敢那般嚣张 欧阳君看了冷风一眼 但笑道怕什么 他找整个宗门的人借丹 管他有着什么目的 何必放在心上 你大可放心 我已经和功劳店店主说过了 你到时候可以与我一起 进入明月的天字房进行修行 为期两个月 这两个月时间 再加上一些灵药辅助 虽然不能让你晋级半步武王 但是让你达到先天旧崇敬 毫无问题 明月的天字房 冷风文言顿时一喜 种种疑虑 全然消失 当下拱手道 多谢欧阳 他的话还没说完 这个时候 只听见修的一道破空声 一张羊皮卷 直接破空而来 急速射向大殿牌匾射去 好大的胆子 欧阳君瞬间大怒 大步一跨 将这羊皮卷抓下 眼中冒起了层层杀气 一直以来 他自是甚高 重视地位高低之分 作为外门第一 宗主之子 从未有人敢对他做出如此轻视的行为 要知道 哪怕是宗门长老 传达消息 都是毕恭毕敬 递来 生怕有理以上冒犯的地方 冷风也是一呆 他还这是头一次见到 竟然有人如此大胆 冷风 随时准备杀人 欧阳君压下怒火 面无表情 准备将书信打开 他倒是要看看 到底是谁 竟然如此大胆 然而 将羊皮卷打开之后 欧阳君整个人直接傻眼了 只见上面写道 欧阳君 冷风 实不相瞒 最近手中单要急缺 还望两位天才 支援一点 我知道你们二人 都是天才 欧阳君更是宗主之子 手中财富巨大 想必随随便便能够借我十万科武王单 若是十万科武王单都无法拿出来 那就真的是我看错人了 没想到身为超级天才的冷风 欧阳君 身为玄陵宗宗主之子的欧阳君 居然如此之穷 实属可怜 当然了 请二位放心 在下手头宽裕之时 一定归还 借丹人 秦南 第180章玄疾武魂 岂有此理 简直岂有此理 欧阳君看到这封信 气得额头青筋暴跳 这个秦南什么意思 居然将十万科武王单 说得跟十万科翠体单一样 哪怕是欧阳君身为宗主之子 他能够拿到的武王单 也是有限的 让他一口气拿出十万科武王单 他也会肉疼无比 冷风看了一眼性的内容 眼神瞬间寒冷三分 道欧阳师兄 你先别生气 我看这个家伙 是故意写这样的一封信 来刺激我们 哼 欧阳君满脸阴沉 手上燃起一缕火焰 将性直接烧成灰烬 冷笑道 他既然故意来刺激我 想要借单 那我就借给他 借给他武王单 借给他十万科 冷风文言一惊 欧阳君不屑一笑 道怎么可能会是武王单 白日做梦 就凭他 一颗脆体单足矣 秦南在送出书信不久之后 只听见一道破空声响起 一个玉瓶 当下飞来 恩 丹药 这得欧阳君还真借给我丹药 秦南唯唯一愣 随即伸手 将这枚玉瓶抓住 将之打开 这一打开 秦南立刻看见 在这玉瓶之中 静静地躺着一颗脆体单 想要凭借一颗脆体单羞辱我 呵呵 这种事情 我根本不在意 哪怕是一颗脆体单 它也是一颗丹药 秦南笑了药 将这一颗脆体单掏了出来 放入嘴中 自从它拥有战神之魂之后 它对于丹药 非常节省 根本不会浪费丝毫 当脆体单的药力 被战神之魂吞没之后 秦南立刻大步一踏 准备前去寻找丹老 再度借取丹药 用来晋级战神之魂 然而 就在这一刻 令秦南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十道黄光 突兀地闪耀起来 战神之魂自主出现 悬浮而起 战力虚空 这事 秦南唯唯一争 只见到那十道黄光 变得璀璨无比 从这战神之魂上 爆发出来了一道道太古的威压 隐隐约约之间 好像传来了古老的弹唱声 轰 一道巨大的爆炸声 在整个第三院落之中 默然响起 人形虚幻的战神之魂 从额头 面部 颈部 双肩 双臂 胸膛 腹部等等 从上而下 一缕缕玄妙的清光 犹如破壳而出 不断绽放 那闪耀而起的十道黄光 骤然碎裂 取而代之的是 这抹闪耀的清光 这事 这事 晋级旋即武魂 秦南看到这一幕 彻底蒙了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他吞服的这一枚脆体丹 竟然让战神之魂突破了 其实晋南并不知道 在他吞服五十万颗五王丹的时候 战神之魂曾经两次出现异状 第一次出现异状 是因为战神之魂吞服的丹药 已经达到了一半 第二次出现异状 乃是战神之魂的丹药之力 彻底蓄积圆满 只差最后一丝 便能晋级 正是因此 秦南吞服的这一枚脆体丹 才能导致战神之魂 直接突破 轰 轰 轰 促使到巨大的爆炸声 再度响彻起来 犹如一道道琴空炸雷 战神之魂整个散发着清光的身躯 仿佛吸入了无穷的能量 瞬间膨胀起来 原本只有三丈之高的身躯 骤然丈到了足足八丈之高 多了整整一倍 若是远远看去 此时的战神之魂 犹如一尊小型巨人 那时 秦南忽视了战神之魂的膨胀 目光死死地看向了战神之魂的头颅 此时此刻 战神之魂已经彻底化作了一尊青色的模糊巨人 然而在他的头颅之中 一缕古老的无法形容的光滑 竟是缓缓地在这清光之中 流逸而出 当这股光滑彻底流出的时候 整个战神之魂 发出了惊人异变 哄 这一次 没有爆炸 而是秦南的脑海 直接爆开了 多出了一幅太古画面 在这太古画面之中 天空碎裂成无数的黑洞 大地蔓延的不知边际 无数道太古强大气息 冲天而起 爆发出来了惊天动地的战争 这些太古强大的气息 挥手之间 天崩地裂 星辰降临 强大的完全无法形容 整个世界 都被这恐怖的战争 仿佛强行吞没 终于 就在这末日之时 一道光 轰然降临 这道光 无法形容 它仿佛是无穷黑暗之中的一束 这道光 刺破了一切 所有的太古气息 所有的恐怖招式 全部在这一道光之下 飞灰烟灭 这道光 就是一个人 一个看不清的人 它是 秦南双目发愣 不知为何 眼泪夺眶而出 它脑海中的画面 也就在这个人出现的刹那 戛然而止 让它回到了现实 啪 秦南整个人仿佛失去了所有的力气 直接瘫软在地 双目发直 大脑空白 不断呼吸 直到过去了足足三个时辰 它才慢慢地回过神来 刚才那幅画面 到底是怎样的战争 为什么我自己会流泪 秦南缓缓吐出了口气 无论是上一次觉醒战神之童的 那的恐怖身躯 还是这一次惊天动地的一场大战 直到大战最后出现的那个人 它脑海中都充斥了太多疑问 现在这些疑问 它根本无法解开 算了 这些问题 必然都与战神之魂有着神秘关联 只有等我修为足够强大之后 恐怕才能知道这些问题 秦南按道一声 整个人再度坚定下来 到最为关键的 还是看看达到了玄机一挺的战神之魂 想到战神之魂 秦南整个人再度兴奋起来 玄机武魂是什么概念 要知道整个洛河王国之中 新年一辈中 拥有玄机武魂之人 总共只有四个 这四个人分别是玄灵宗当今真传弟子 飞剑门当今真传弟子 清女宗当今真传弟子 乱雁门当今真传弟子 只有他们四人 有着玄机一挺武魂 乃是整个洛河王国最为顶尖的天才 如今秦南觉醒了玄机一挺武魂 他不再是超级天才 而是洛河王国五大天才之一 最为关键的是 黄机十平武魂的魏豪 身为宗主之子 只是有着机会冲击武魂境 唯有玄机武魂 不出意外 必然能够踏入武魂境 由此可以见得 玄机武魂 是何等强大 秦南深吸了一口气 将战神之魂释放出来 只见到在秦南背后 一缕青涩耀眼的玄光闪耀而起 一增高达巴掌的人形虚幻的战神之魂 拔地而起 叫踏半空 那一对泛白的双瞳 俯视前方 犹如在俯看着万物众生 散发出来了一股难以想象的威压 若是与当初的战神之魂相比 光论气势而言 完全是一个天 一个地 差距恐怖 这便是玄机一挺武魂 呼 用他修行一下事事 秦南深吸了口气 动用战神之魂 扎入虚空 开始修行 这一刹那 整个第三院落 掀起了惊人的异变